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个是我们大赛格林讲师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現在台灣的團體只有一個團體 是越來越大的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今天民主長說一句話 很有趣 他說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坐下來 坐椅子上面 泡茶 蹲腳 蹲腳來泡茶喝茶 剛才這要說什麼 再來開工 開什麼工 就是要跟他聊天 聊什麼天 對台灣人說話 說什麼話 就是還有一天台灣人 還搞不清楚現在的局勢是什麼樣 還有在那混亂的 在中華民族體系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事情 同時一直在發生嗎 那憲兵 公共抓走了 過期我們聽到憲兵是走到死 現在憲兵已經有檢調 這種起訴 你不要聽過的事情 沒有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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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沒有軍人 對吧 現在軍人是抓到哪裡去 檢調單位 起訴 以前你不要聽到軍人盃 檢調單位 起訴 台灣人還沒想到 很奇怪 對不對 很多事情 但是 但是 要說這件事情 我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要開工就想問 請問台灣這塊土地上有幾種人 你們說看看 台灣這個土地上有幾種人 說看看 有什麼人 中國 外老 外老 原住民 原住民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人 有客人嗎 有 還有什麼 火龍人 全球來的 還有什麼 都有 有喔? 當然有喔 你如果這種想法 你完全讓中國人這套騙起來了 台灣這個套地只有兩種人 這就是我們 這隻隻隻 比這隻隻隻隻而已 只有兩種人而已 為什麼你會說 為什麼 那是中國人要來後分的 為什麼要這樣分 透過教育分化年 因為來的人比較少 那時候台灣人很多 我們台灣人本身是日本人 這樣百多萬人要通在幾千六千六萬的 就要幫你替加露燭 分成一塊一塊 那些人 什麼人 什麼人 從哪裡來分開 這樣比較好吃啦 這樣比較通知啦 讓你們裡面再產生矛盾了 過去美國白人來到美國的時候也是一樣 那時候印第安的那個什麼 不同的部落很多 都很大 人很多 白人比較少嘛 別處理他們 你知道美國人做什麼事情 別給他們武器 讓他們做到中間去抬來抬去 抬到最後 北美印第安人口是減少了 他再一次處理 一樣嘛 要這麼一次 要通知比多的人要怎樣 自己分嘛 你還真的信下去耶 真的相信自己是從那裡來的耶 這就是故事 我告訴你 整個台灣的故事 你如果不了解這兩個字的意思 你想不清楚的 你永遠也沒辦法從過去的煉獄裡面走出來 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抬來抬來抬 什麼叫被抬來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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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情況才會產生佔領者 什麼情況才會產生佔領者 什麼情況才會產生被佔領者 你知道嗎 就要有修台嘛 就要有一個國家要侵略另外的地方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要這種情況才會產生佔領者 跟被佔領者 來 說一下比較快的 來 就要有這種情況嘛 對不對 我現在倒回去說 說這個 現在來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台灣這個土地只有兩種人 說 許老師 你怎麼跟我過去都學得不一樣 我們先來研究什麼叫佔領者 好不好 來 比較強的嘛 打牌 比較弱的嘛 本來 去佔領者那個地方 本來是不是佔領者的土地 不是嘛 我要去侵略一個地方 把本地不屬於我的地方吃下來 那個叫佔領者嘛 本來就是你的那個不叫佔領者嘛 你本來是外來人 要到另外一個地方把你佔領起來 透過什麼方法 戰爭 把你打 把你打贏 對不對 增幅你 那個字叫conquer 增幅你之後 這個地方 在完全你的控制底下以後 佔領者 你就佔領者 來 你就佔領者 所以 這個就是佔領者 佔領者 這有兩個喔 你知道嗎 當這個戰爭結束 被佔領之後 被我打開 躲在土甲那一陣 怎麼這麼來 從事 要把這個土地吃起來 對不對 要吃土地 土地變大概什麼 無聊 吃飽不營 沒事做 不是啊 他要愛的東西 要土地 要支援 要人民 要佔領 要管理 對不對 不然你要修台 吃飽太營 要去台北人 就是要愛你的東西 你不怕嘛 才會跟你產生戰爭 戰爭之後 就要得到他 戰爭的戰利品嘛 台灣是 現在被戰敗了 所以佔領者 目前佔領者是美國 所以我們 古年 大遊行一尊說什麼 台灣是被佔領地喔 美國 舊金山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台灣這塊土地 其實美國是我們主要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價 所以我們主要佔領 所以我們主要佔領 我們主要佔領 為什麼中華民國 產生另外一個東西 代理佔領者 佔領者 佔領者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什麼叫佔領者 他要什麼東西 土地 他有這個土地料 對於什麼好處 除了會講的東西以外 很重要他會戰略位置 多一個土地 你能夠再延伸 再擴張下去 通常什麼樣的國家會去侵略別人 強國嘛 剛好弱國去侵略別人 等於他們打 一定是強國 帝國想要越來越大 為什麼越來越希望越來越大 大者很大 大的沒有人敢去打 又安全 享受又多 對不對 就一直擴張 所以過去都有帝國主義 當你變大一準 你有享受到很多好處 你會更貪心 想要更大 大英帝國 對不對 羅馬帝國 一個帝國衰敗以後 另外一個帝國又起來 沒完沒了 我跟你講 只要世界上有人的話 都在帝國之間 大國之間手臂 要唱更大的主義 所以這是佔領者 OK 再來 他要你的資源 他把你吃起來 他要怎樣 你原來的資源是什麼 比如說金融 跟政府關係 天然資源 他都要 所以過去殖民者 對殖民地做這件事 對不對 搶奪你的資源 拿去他的特地來 不用替你負責任 再來 人民 人民我要你 你已經戰敗我 要你幹嘛 把你抓來當作努力 努力做什麼 做事 交稅 對我做事 佔領是怎樣 越久越多 對不對 我站越久 如果要跟你站 我有給自己限定時間 站五年我就要走了 沒有這回事 佔領者通常要站 就是希望永遠把你站下去 站到什麼程度 站到你在土地 沒有利用價值 我就要等到 那就是佔領者的心態 我們台灣人都是比佔領者 所以你從來沒辦法跳到 佔領者的角度 或者高度 回過來思考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從來沒有當過佔領者 你自小人比較大的 教友都會去欺負的 什麼時候 你當作一個強者 大家什麼時候是個強者 從各方面你都不是強者 你們是強者 你的臉手 你的眼神會告訴我 你的答案會告訴我 你是誰 強者不會這樣講話 強者不會背誦 你用佔領者給你教的教育 好像當成真的 那是弱者 叫佔領者才知道 再來管理 用最少的力氣來控制 控制什麼 被你佔領的地方 什麼叫最少力氣 最好我不用做 叫一個經理來做就好了 對不對 還要用到我 自己親身去管理這塊土地 我就派誰 Agent 這叫Agent 這個Agent是誰 就現在中華民國地方政府 對不對 這個Agent 上面有在頭去管這Agent 誰來管 AIT 美國在台協會來管這群 中華民國地方政府 所以呢 立法院裡面的國防立委說 我們派軍隊去 太平島去 宣誓主權 馬上第2天 AIT說不準 結果呢 立法後院就不去了 這種叫做有主管國家嗎 不是嘛 你這個整個國家 最高的立法單位上面還有一個頭 還不是總統 還有一個叫做AIT的單位 那就是什麼 真正的 就是這個 他透過一個AIT 一個小小的民間機構化妝的 來管理這個 所以你就發覺我們所有台灣 你不管媒體怎麼看 看到後來 頂到上面的 頂到國際問題 頂到什麼時候就會碰到AIT 他出來講幾句話 一切都擺平 就是這樣 你就看嘛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 再來 我們被佔領者 我們被佔領者 現在來問題出來 這個佔領者 我們先講被佔領者 好了 我們是不是被佔領者 當你成為被佔領者的時候 你希望怎麼樣 剛才我們在討論佔領者 對不對 要剝削你要吃你 但是當你是被佔領者 你被打敗那個人 要想怎麼樣 生存下來 對不對 你想辦法活下來 任何條件給你都拿起來 一天給你吃一頓 好 如果命可以留下來 一天一餐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這條件是你跟佔領者談的嗎 還是佔領者給你條件 你如果不聽話 佔領者會怎麼樣 抬啊 所以那時候中國的佔領軍 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要跟他講什麼道理 對不對 你如果態度稍微不好他就殺了 態度好也殺 反正他是佔領者 他處理人的方法就是這樣 處理被佔領地的百姓就是這樣 那就是過去台灣人經歷的事情 再來 土地 剝削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佔領者來了 中間請的這個代理佔領者是這個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動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動 這個小動畫不知道會不會動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 英文有個字叫 Sneaky Sneaky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怎麼翻成中文 Sneaky就是偷偷摸摸的 就是有侵蜘蛛 到他的家裡去偷人家的東西 就是isneaky 現在這個代理佔領者 很箱 他雖然是代理者 但是想偷偷把這個代理的東西 全部自己吃下來 所以他就跑去跟被佔領者談條件 不然這樣啦 你們都變成跟我一樣都是佔領者 你的身份一改 我們一起把這塊土地吃下來好不好 我跟你講在這個佔領跟被佔領當中 有一個特別的國際上的條約 來規範這個佔領跟被佔領者的關係 是什麼叫做戰爭法 在國際上有叫戰爭法 下面又有佔領法 按照戰爭的法律 你不可以佔領不宜轉主權 剛才不是那個辦長在那邊講嗎 就是說你會怕打贏這塊土地 可是這塊土地不會變成你的 聽得懂嗎 你可以打敗這個土地上的人 但是你不會把這塊土地變成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伊拉克現在比都比國的 對吧 美國打敗那麼多國家 現在全世界最大國家是美國 是不是 打贏伊朗打贏伊拉克 哪裡都打西貴爬 全世界打全世界都變塌 不會嘛 所以一個重要的國際法的原則叫做 占領不會移轉主權 你跟人打 但是可以 你可以拿主權水災 但是最後這個土地不會變成你的 跟台灣這個土地有關聯什麼 就是跟丁蓋那個戰爭的結果有關聯 對不對 就是舊金山合約 好 現在先不講這個 我慢慢來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你要講佔領者跟被佔領者之前 我要講另外一個觀念 叫什麼 部落戰爭 部落戰爭是什麼 就是在人類一開始的時候 所有生存在世界上的人類 六萬年前離開非洲之後 都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世界上 什麼叫做形式 什麼樣的組織 我跟你講都是部落 你如果跟一個家庭不夠 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你知道我們生活起居 吃穿一定要好幾個家庭 互相分工合作 到大到頂 也叫做部落 所以人類大部分一開始都是部落形式 叫做tribe tribe就是部落 全世界 但是 部落跟部落之間是以怎麼樣來劃分 以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說水資源 還是說什麼 種植的範圍來決定那個區域 那個叫territory範圍 部落跟部落 那部落跟部落 那部落跟部落 越解越多之後 後來變成什麼 王國 小的王國 小的王國 好多部落跟部落 好多部落會變成王國 好多部落再加在一起會變什麼 國 比如說普魯士 德國以前什麼 好多不同的王國 英國也是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也是不同的州 加在一起 最後不同的國家再加在一起變成什麼 變成像聯俄國這麼大的組織造出來 你知道嗎 人的喜酒都越來越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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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一定會做的事情 照理說 這部落戰爭修台都會怎麼樣 很狠的 以前是全部殺光的 如果我要跟另外一個部落打仗 一定會殺光 為什麼要殺光 你知道 怕你出去報仇 回來又報仇 對不對 讓你走幾個人出去之後 再去慫恿另外一個部落回來再跟我打 所以要殺就殺光 但是顧起來這樣不對 全部殺光 那怎麼樣 我土地變大了 但是我要人變少 對不對 因為修台會死掉一些人 但是我土地變大 變成我會更辛苦 所以他就想一個很聰明的話 人類做什麼 做什麼 發生什麼事 部落現在變成什麼 我這個檔案好像它放成舊的檔案 因為它是自體沒有跑出來 沒關係 這叫什麼 我殺從此以後 我只是殺比較厲害 比較聰明 用的 男生 強壯的我才殺 老肉婦孺給你留下來 你留下來做什麼 當努力 做工 對 去餐裡面把我這樣 怎麼樣 怎麼樣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這個人我 這個名字叫做資源回收人 這有幾個資源回收人 這是我幾年前 我幾年前有COIN COIN叫做製造一個新的名字出來 叫做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不是修本所的人 是說 你知道什麼叫資源回收嗎 本來要本所彈掉 對不對 把牽頭回來收過來 再利用 我現在也在說人 人的好處就是本所一樣 本來要用台條丟掉 把牽頭回來再使用 一關就是資源回收人 什麼資源人 為什麼沒有頭 過去有頭 他效忠他的部落 現在就用台條變奴隸 你就是過期的小眾 他的頭沒去 你現在就用當做什麼 資源回收蝴蝶輸用 在新的部落裡面你被使用 你知道嗎 那叫奴隸 路勒 我們這觀念都要清楚 要不然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身分 什麼 過去部落戰爭都會做什麼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 統治手段都怎麼樣 很簡單 三行 宗教語言姓是 中東以前修台一陣 戰爭之前都會把他們的神搬出來 他們的神 比如說有的人是拜蝴蝴蝴 就把蝴蝴神搬出來 有的人在比較沙漠地方 拜的是眼鏡蛇 就把眼鏡蛇神拿出來 要殺之前 不是馬上就殺 先把說我的神比較大 他說他的神比較大 修台之後贏那邊就說 你的神比較爛 從此以後你把神全部燒掉 我們的神比較大 對不對 你的奴隸就來我這家裡面 當你的奴隸被我抓到我家裡 不准在你拜過去的神 對不對 你如果拜過去的神 你有不同效忠對象 以後會出亂子 對不對 所以他要控制你的宗教 對不對 再來控制你的語言 你去一個地方當人家的新樓 你要如果是外國人的話 你要配合他講他的語言 對不對 不會要求老闆一定要懂你的語言 對不對 比如說你家費用房 你家是要你學菲律賓話 還是他要學你的話 當然是他要學你的話 我現在說只是雇主跟雇員的關係 更何況是奴隸跟主人的關係 當然我沒准你再說過期的語言 我在滴滴滴滴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對不對 我要求你講我的話 你的後代也一定要學我們家的語言 對不對 還有姓氏 你知道我們現在台灣所有的姓氏 都不是你的姓氏 為什麼 本來我們這個土地的姓氏 不是這樣 我們的姓氏制度是 阿公的名字 加上爸爸的名字 加上你自己的名字 那是有點像印度現在那種姓氏制度 那種姓氏制度 為什麼 那為什麼三代 為了以後財產分配比較清楚 追到三代就好了 平均壽命沒那麼長 跟現在印度很像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那現在姓氏哪一來 因為早期 中國那些很多人來台灣 他夾帶他的資源豐富 所以你爹也會生氣 所以被漢化變不足的人 好 請趕快坐下 我正在上課中 來 姓氏 所以 過去中國所謂的姓氏 證證 許雅 林 怎麼回事 那就是比較大的部落 酋長的姓 因為把人家打敗之後 你們這些被我收編的人 都說我本島邰一樣 是這樣的 是適性 不是在本島邰的生 來 再來 現在問題來了 我先直接再跳下一個 直接講這個好了 我就不講中間那個 我直接跳這個 這簡單的一張圖 把過去台灣的歷史 我這堂課是台灣歷史解碼 因為你現在 所謂台灣的歷史的觀念 是從哪裡來 真命才會給你的 對不對 是不是佔領者給你的 所以他為了他利益所寫下的歷史 當然不是我們真實歷史 那我給你一個簡單的圖 讓你把台灣真正的歷史看出來 來 從這邊 四萬年前 我為什麼講四萬年 有學問的 四萬年前 就來到這個地方 以部落的形式出現 直到最近 有大多王國 不同部落 變成一個王國 之後 人類開始有大航海時代 船開始到時候去探索 來到台灣 我想到台灣去探索 不是我們探索人家 因為我們比較落後 我們還在部落形式 技術比較落後 所以強國就會出去探索 要去探索多地方 就大航海時代 所以這種不同的地方的 國家比較強的就來台灣 要什麼台灣的資源 台灣的那些 請問這些人的名字 我給他那名字叫做什麼 Predator 叫做掠奪者 以前殖民者對掠... 掠奪者是什麼意思 在動物界就是 藥餐 要斷 你會吃的養 食物鍊裡面 比較高的 要吃的更低 一樣 在人裡面也是比較弱的 說比較粗的 男生對女生有心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把收拾 所以過... 那個是什麼意思 你年輕漂亮我要 老了就把你丟掉 利用完不要了 你沒有資源我就不要了 那就是過去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與取與求 資源給你搜刮到沒有為止 當你殖民地失去利用價值丟掉 發生事情不要負責 所以以前屏東外海 有美國的軍艦擱淺在那邊 美國海軍海管上岸 結果都被殺光 全部被殺光 所以那時候美國就跑到大清帝國去抗議 這不是你的殖民地嗎 你們的人把我殺光 你負責 賠錢 你知道大清帝國怎麼回答嗎 那個是話外之名 不歸我管的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所以最後 第一次台灣跟人簽條約 就是我們那個高砂族的 跟美國簽訂 和好條約 第一次 這個歷史故事你們自己查 我今天不詳細講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這個我們還是你的人 當然不是 如果你不是說這個歷史 你不是說這句話外之名 不歸你管 態度上就知道 你殖民者你是殖民地的人 你知不知道 好了 再來 這些掠奪者之間 你又比誰比較兇 誰比較大 互相會打來打去 誰最後勝出 最好向贏 有一陣子大清把其他國家 因為他離台灣比較近 他動員資源補給路線比較快 西方國家要很遙遠的地方 幾個月才到台灣 所以補給資源相對比較弱 所以他吃掉 但是後來有一個更大 又把他打敗誰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在交戰爭 打敗了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輸了要怎麼辦 割地賠款 所以割掉哪裡 台灣 澎湖 遼東 半島 三個地方 對吧 是不是 在條約裡面割上 那是誰之間跟誰之間的交易 那時候都是國王 所以是大清帝國的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天皇做交易 沒有國家觀念 那時候都是天皇政極國家 對吧 那兩個皇帝 King 我們講Kingdom上面有頭的 這兩個頭之間在做交易 你把他打出他就說 好 我割這個你不要再把我打 因為再打下去會滅掉 對不對 所以講條件 你再打你也要花力氣 不然這樣我整個土地給你 這就是尊豬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有一個土地很奇怪 這都是遼東半島 割在裡面了 結果後來三國干涉 不對 遼東半島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講到幾乎會過你新的名詞 對不對 什麼叫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以後我們的課還會繼續講 就是part of your body 不能被separate from 就是不能切割開來 也就是不能移轉主權 那台灣澎湖為什麼可以割 表示什麼 它的性質不一樣 它的性質是什麼 殖民地可以割讓 領土不可以割讓 但是殖民地可以割讓 這沒感覺到這裡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日本拿到台灣的時候 還發覺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你講說割台灣 結果東半邊不是你管的 東半邊那時候不屬於大清的 佔領的範圍之內 它根本打不過右半邊 所以它後面右半邊來了一堆什麼 都是高砂族的 他們打不過的地方 結果那時候日本人就跑去問什麼 問美國 右半邊不是他的 就好像你賣出 連價票都賣掉一樣 奇怪 你並沒有擁有權 你憑什麼割他 美國的回答是什麼 為什麼要問美國 因為以前美國是什麼 歐洲的移民 最後為什麼把本來 印第安住的地方 全部吃下來 你總是要有一個道理 你要說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 他們的道理就是說 他們就是部落行事 用征服的手段就可以拿起來 因為它不是國家 就是部落行事 部落意思是 如果照這位說起來就講 台灣人不是人 台灣人過去 不算個人 不是個人 就是在國際的 以國家為單位這種考慮 這種level來講 你還是部落行事 你還沒有人的位格 所以人家用征服的方式 幫你吃下來 大家都可以搶的 是在自由市場上 隨便人家搶去開拓的地方 所以日本人來了以後 薩德哥回來 花十年的時間把右邊 理翻政策 最後全台灣建構主權 是在誰的手中建構 大日本帝國 所以第一次 台灣四萬年來 第一次由主管 成為一個全台灣 整個台灣的島的主權 是在誰的手中建立起來 日本人 日本人他的手中 因為他在 理翻政策 最後把整個台灣島 統一起來 然後在1945年的時候 他這次來又不是 他一開始沒有錯 是殖民者進入殖民地 但是 他的目的又不光是這個 所以他做了其他動作 讓台灣從殖民地的身份 變成什麼 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們追女的女生怎麼追法 買花 請她吃飯 買漂亮的東西 鑽酒 鑽水水 最後娶進門 對不對 一樣 大日本帝國對台灣的態度一樣 本來是殖民地 但是他就黃民化 建設台灣 把弄得很漂亮 然後教他的語言 到最後怎麼樣 1945年4月1號做了一個動作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十字在台灣 很有意思喔 天皇頒布招書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 十字在台灣 這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這就是結婚的動作 結婚的動作 過去沒有人要跟你結婚 人盡可不像來都親切給你找他 就是那些殖民者 我來說都是掠奪者 真正認真要跟你結婚跟大日本帝國 那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你現在從此以後 你是有人的 有老公的 你不能出去 隨便對人家腮肉 人家也不能隨便約你出去 因為你是有老公的人 所以台灣人從此以後 你如果有老公 人家才不敢對你怎麼樣 對不對 因為有人要負責 我講這個很深 因為牽責到什麼 佔領法 你佔我台灣 但是你不能改我的身分 我是天皇還是我的先生 我是有人所屬的 你如果是這樣 你就要按照戰爭法 來解決台灣的所有問題 戰爭法是什麼意思 你佔領我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國籍 你佔領我不可以發我身分證 因為我不是你的人 你佔領我不能叫我去做兵 你不能叫我去買武器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 你知道嗎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人口結構 中國人來這麼大量的 中國人移民 一來台灣跟你拼 就是要降低你這個土地上 有身分的人 不然有大日本的身分的人 讓你討厭不去 依照的話就把你吃起來 這樣知道他的陰謀了嗎 你要先搞清楚自己是被佔領者的身分 他們佔領者要做什麼事情 他的企圖是什麼 他的企圖是什麼 他拍心的地方 你都要知道清楚 你才知道怎麼保護你自己 你如果這些整個事情都搞不清楚 你又跟人家選記 幫著人家來吃掉台灣 對不對 我剛才說 姓氏 語言 宗教 媒體 整個系統要進來 不過好在他是暫時的 因為他是代理者 我們透過法律 告訴他 美國啊 你到底承不承認 第一個 你承不承認救濟山合約 他一定要承認 你在救濟山合約 你是不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國 他一定承認 一定 他一定會承認 你放心好了 如果是的話 你知道在這塊土地上 已經做了很多 違反戰爭法不人道的行為嗎 你知道嗎 你幾乎到種族滅絕的行為 做在台灣界的土地 你說是這樣喔 但是那是我的代理者 所以現在要代理者 違反戰爭法的代理者要離開了 對不對 好在我們在法院告 美國好在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來 現在先不講多多 但是這個要讓他出去 要把他趕走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裡面有一些人叫什麼 這個字叫余虐 余虐 夾的 很夾的 什麼余虐 就是這個尖針要把他趕走的時候 那裡有一些人 台灣人 死吧的這個中國人 買給他走的 叫余虐 你知道以前反清復明對吧 本來大明爹台灣 我來換大清 就有一個人反清復明對吧 但是我們這次的這個不一樣 日本人是合法取得這個土地 你已經不敢 而且他也給你機會 他假面那時候兩年時間 你要不要做大日本帝國成名 你這樣走啊 我也沒殺你啊 你可以離開啊 你自己有自由選擇權啊 你要當任你就留下來 不一樣的 那時候真的有 一人的台灣人走到中國去了 結婚又走回來 生活不會過了 這是歷史上的事實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是心甘情願老的台灣嘛 抗什麼日 你已經是大日本帝國的人了 來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啦 我們在這裡最深刻 一直在講 一直在告訴台灣人 你到底是誰 我們不是只有夾青 吃飽有什麼 我剛才其實有一張圖沒有講 台灣這個土地 你上面住的人 你要搞清楚兩件事情 那台灣人真的要說一句話 我就是台灣人啊 沒有錯 我沒有否認你是台灣人啊 可是你是哪一國的人啊 台灣不是個國家啊 你可以跟我講你是台灣人 可是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說不出來啊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啊 你也不是中華民國人 對不對 你說我台灣人 那你是哪一國人 台灣人只是說你是哪一種人啊 By Ethnic 就是透過你流的血 你是台灣人啊 沒有錯啦 可是你是哪一國人 這是要By Law 透過法律來決定你是哪一個國籍的人 透過什麼法律 國際的 國際法嘛 不是透過的人跟你騙 跟你洗腦 跟你說你是哪一國的人 不是透過媒體喔 By Law 所以台灣民進府出來的時候 我們抓到兩個 跟台灣很重要的兩個主軸 一個是歷史的解釋權 一個是法理的解釋權 這兩個也很厲害 一旦對了沒有人可以拿走 OK 再來 講到By Blood 我就要解釋一個東西 因為過去 中國人真的說 你從事從哪裡來 用教育給你打 來 這個是什麼 國家地理頻道 你們聽過沒有 National Geography 它有做一個project 它是By Dr. Spencer 它做了一個project 什麼project呢 你知道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情 現在 比如說 有錢人 死掉了 一筆財產 都奔後 突然之間 冒出來一個人說 你們爸爸以前在家裡頭生的 我也要來奔 你親切講講 有啊 我有告書 寫一大堆告書 最後你知道那個家族會做什麼事情 驗DNA 驗DNA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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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都親切都 隨著你講 都沒尊散 對吧 驗DNA就好了 驗DNA是什麼意思 就是人類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他們 染色體會膚治 爸爸一半 媽媽一半 對嗎 生出來你 所以你生出來 你一定要像爸爸 要不然像媽媽 如果像隔壁鄰居就很奇怪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不說老闆 對不對 就是你會像爸媽 不然就是兩個家族 阿公阿嬤都可以 但是這個家族裡面的人 對不對 現在驗帝院不用抽血 用那個棉花棒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Dr. Spencer在全世界 全世界抽了70 現在76 77萬 77萬是很多 你知道要做台灣這個地區做樣本抽樣的話 頂多五百個不得了 可以把全部台灣涵蓋 也不要五百個 一兩百個就夠了 那全世界70幾萬 於是他把什麼 我剛才說 染色體複製的時候會出差錯 那個叫什麼 突變基因 所以你在出差錯 因為有幾千萬對上億對基因排序 有幾千萬對上億對上億對上億對上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突變基因 就所有從你這邊生出去的後代 都帶著同樣的突變基因 所以就變成什麼 變成有個信號 那你要認你是誰來的就很容易 所以人家就要在這裡帶出去 所以就可以把這個圖畫出來 比如說最後人是來到哪裡 他全世界做抽樣 所以最後你看這個箭頭 有藍色有黃色 有的是Chrome 我現在先不檢視這個 最後的箭頭就是到那個地方 最後 這個染色體 這個DNA 這個基因 最後是到這個地方 就有路線圖對不對 一大堆線亂七八糟對不對 可是所有的線都有一個源頭 你們有沒有看到 不管什麼線 最後都可以追到 最後是什麼 從哪裡開始 這裡是哪裡 會看地圖嗎 這怎麼是印度 這裡是哪裡 非洲 東非 這裡是東非洲 這是非洲 印度在這裡 這個時間點是六萬年前 很有意思喔 這個結果很奇怪 有點嚇人 為什麼 就表示說 現今存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從非洲出來的 這麼有趣 還說以前的 不好意思 在非洲所發生的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六萬年前 顯然發生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讓非洲的人開始往外跑 往外跑啊 四山啊 對不對 六萬年前這時間點很特別喔 現今活的所有世界上 沒有例外喔 都是從這個地方出來 然後現在問題來 有的往北 往東 往西 這裡跑 有沒有往西走 大山老師 我比較有興趣是台灣人從哪裡來 好 我們來追台灣 有一個字叫做M174 這個數字 你們注意這個 從非洲出來以後來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南夜門 夜門啊 南夜門 走到南夜門 走到南夜門 走到哪裡 你剛才說的 印度 你們光看圖可能會有點灰灰 你想像 有點想像的空間 比如說 以前有一群從非洲出走的人 然後 西老代幼的 帶點東西開始做了 今天來到南夜門的時候 發覺有的人喜歡這個地方 這裡不錯 住下來 有的人不願意繼續再走 走到哪裡 走到印度 都會看到印度很漂亮 留下來 就變成印度人的祖先 對不對 剩下人再繼續走 這個動作一直走 這時間可能幾千年 一直在走 走到後來 這都有考古證據的 走完印度走哪裡 馬來半島 印尼 爪花 馬來半島 再來 來哪裡 現在走哪裡 台灣 四百年級 時間點四萬年前 我這邊有一個圖 一個時間點的圖 你看 這是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按照顏色的深淺 你知道時間點 有沒有 所以你看很早的時候 就來到哪裡 澳洲去耶 在來到台灣之前 已經有人先到澳洲 所以待會兒 我給你看一些考古證據 告訴你 澳洲那麼早以前 就已經有人類的痕跡了 來 來到台灣之後 接下去哪裡 去哪裡 日本耶 日本耶 日本完了以後 這地方不是韓國 當然那時候沒有所謂的國家 就是朝鮮半島的北部 有接近俄羅斯跟朝鮮之間接觸的地方 進去以後來到哪裡 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就是歐亞大陸 這塊叫歐亞大陸的東邊 那時候也沒有中國 我待會跟你解釋一下 最後漏角在哪裡 像現在的西藏的地方 對不對 那是以前我們台灣人 這條線 174的走線圖 那所謂的中原地區有多少人 你看 有從歐洲進來的有沒有 離海 黑海 一次 有沒有 有從 俄羅斯來 有什麼 北歐 也有北歐來 有從印度上去的也有 所以十幾千人 在幾萬 兩萬年前是說比較後來 兩萬年前來到同一個地方 來到中國 所以是什麼 誰是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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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說 中國人是雜種 中國人是大雜種 你不知道 你不敢說 你受到中國人的影響 是不是 十幾種人 住在一個地方 部落的天 天天在打來打去 一下換誰當誰的奴隸 打來打去 到最後是不是雜種 是啊 所以中國到現在為止 還講說 中國有什麼民族 漢滿門回 藏苗苗 講到你漏洞 講到幾種 六十幾種 不是雜種是什麼 是不是 是啊 中國人的祖先 那時候韓國人知道這件事 很開心 原來 中國人的祖先 有一部分 從我們韓國去了 我們韓國人是 中國人起到要死 對不對 當然 DNA證據 問題是韓國人從哪裡去的 韓國從哪裡去的 韓國從哪裡去 日本 日本從哪裡去的 台灣 台灣 所以中國人哪被聖宗追遠 要追到台灣 不是我們追過去的 電鬥拜 你們弄反了 中國人也不能 祖先是對我們台灣 架棄的 對不對 這是科學證據 我沒有在 旁邊編那個故事 不要來那裡 中國人為了 統帝幫你編那個故事 騙人 所以聖宗追遠 要拜就要拜台灣人 不是我們去拜他 所以清明節 每一次清明節 去拜中國人祖先 你就不會做 台灣人 如果去拜中國人祖先 你就不會做 不會什麼做 不會你四萬年以來祖先 我們看DNA 所以Dr. Spencer說一句很出名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沒有載條片 不是人家用故事 自己編 要給你打 要給你打 要給你怪 不是這樣 血液嘛 所以你媽你醫生在 那時候他做血液 那個transfer 就是那個書學 就說 不一樣 中國來回抗體 跟台灣不一樣 果然不一樣 本來就不一樣 他是我們的怕順 怕順背 那時候中國人很急 我告訴你 全世界沒有一種人 叫做中國人 那是政治定義出來的名字 如果有中國人的話 你告訴我 中國人的血液的DNA 什麼 定義出來給我看 然後我也去抽我的血 來跟你對對看 他拿不出來 對不對 你要拿一種 漢滿門會 你拿一種 叫做中國人的會 拿出來 我跟你講 講得清楚 也沒有客人 客人的會 你定義出來 沒有客人啊 也沒有所謂什麼 專家 中家 也沒有這種人的會 有你定義出來 我們現在 所有的 所謂的什麼人 是因為講的話 你講的話 來定義你什麼人 很好笑對不對 還有用這個假的家譜 不是這樣子 不是用語言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中國人跟我辯論 我們不要講中國人 我們講華人 我們都是華人 這句話很奇怪 問你什麼叫華人 講華語叫華人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講英文 你就是英人 對不對 這好笑 大家都知道好笑 對不對 很荒唐 你定義一種人 不是你因為你講的語言 可是台灣是這樣 你說客人 你就客人 好笑 不是 你留在學 你本地什麼人 你留在身上的血 才知道你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印度人幹嘛英文 你說英文 澳洲人嘛英國人 美國人嘛英國人 不是 新加坡也講英文 從小到大我也學英文 我也這麼說 我有騙英國人 語言不是定義一種人的方法 那是政治名詞 尤其是要把其他人 創作最多 所以說所有講華語都是 怎麼說 所有講英文都是 都是一種人 還不夠大了 所以你現在過期 給你今天的教育 你要重新思考 我今天提出來 是科學證據 所以你再到民政府的話 我們只給你幾個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科學證據 邏輯的思考 對不對 歷史上的文件 Document 實際上有這個條約的 我們不跟你感情上的訴求 叫你去追求什麼東西 什麼理想都沒有 我們把Hardcore的Data 真真實實的證據 拿到你的前面 叫你自己用理性去下判斷就好了 上課就在上這個 上課就在上這個 我們也不用動氣 也不用動怒 我們只是希望 大家早就穿起來而已 我把證據攤在你面前 要給你看 修到有點理智的人 就知道在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這過去 你看 深藍的地方是深海 有一個人說 大詹老師 人哪有可能 有飛車飛車到這裡 飛車到這裡 飛車到這裡 我說有可能 你看Google Earth 你去上網去看 那個上課時候 如果要交談 哈囉 上課要交談 可以到外面去 我上課 我希望保持這個教室安靜 專心聽我上課 來 這就是深藍的地方 以前海水沒有那麼高 後來才站起來 這個地方你看 南美洲 智利這個地方你看 阿根領智利 你有看到深藍跟淺藍的地方嗎 以前用走路的 就可以從非洲走到南美洲 OK 所以你怎麼樣 你到這個前海的地方去挖 可以挖到以前的文明 考古 來 怎麼給你證明 簡單 這是在法國南部挖島的壁畫 法國南部 Southern France 有挖到這個壁畫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畫什麼 馬對不對 是不是畫得很像 還有犀牛 有沒有 有看到這邊有一隻犀牛 還有畫獅子 老虎 有沒有 栩栩無聲對不對 畫得好不好 好 連皮卡索都說好 皮卡索都說什麼 他到現場去看的時候嚇一跳說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要跟祖先學的 人是越來越公 不是越來越聰 你不要弄錯了 人類是越進化越退步 以前的人你看看 好像動畫 你如果畫動畫 你就知道這是連續動作 因為在山洞裡面畫 冬天躲在山洞裡面畫 那表示什麼 他的觀察力也豐富 不會有的是獅子 站在那邊給他對不對 厲害 好 法國人挖到這個的時候很驕傲 我們法國人比較先行 人類文明從我們這邊開始 但是當然不是 按照我們的圖是怎麼樣 結果呢 那是因為法國人比較有錢 早點開花 印度沒多久 不然印尼 居然也有壁畫挖到了 時間是四萬年前 用碳十四班塞期去照 就知道那個時間很準的 誤差不差 這個更有趣了 你看看 是不是 Indonesia Island of Sulawesi 你看有畫這種動物 壁畫 這個更有趣 這在澳洲挖到的 時間四萬年了 這什麼東西 我現在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這種動物 現在大概不存在世界上 但是有一個跟牠很像叫什麼 不是啦 現在有恐龍 拜託 袋鼠 有點像袋鼠 這個形狀很奇怪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考古 不是根據 我們先第一階級的 根據什麼 血液DNA 當那個架構 把人類的遷徙圖畫出來之後 每一個考古挖到東西 以前是什麼 建立假說 然後收集證據 把你的假說建構起來 如果不對的話 如果找到相反的證據 就推翻那個假說 重新再建一個新的系統 對不對 那我現在大架構畫出來 人類遷徙圖 時間點給你畫出來 之後我們所挖到的考古 就可以配合這個大的畫面 來 我們現在來講其他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超人 有看過超人嗎 大家都看過Marvel超人 有看過沒有頭的超人嗎 沒有對不對 那什麼叫沒有頭的超人 那個叫做功能強大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你知道嗎 我們剛才不是講 沒有頭是什麼人 資源回收人對不對 他可以功能很強大 可能諾貝爾獎得主 可能智商很高 他可以說一五七 當市長 可是他是沒有效忠對象 他可以說什麼 來 戰爭以後產生大量的資源回收人 簡稱這些無頭人叫Armen Armen是有記憶力的 請問沒有頭的人怎麼會有記憶力 但是有記憶力 他記憶力是什麼 我跟你講 三聚清安三個月就是三個月 瘦花季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洪仲秋三個月就是三個月 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媒體有講 他就有記憶 媒體沒有講 他就忘記了 所以這群沒有頭的人 他的腦袋是誰 媒體 媒體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所以媒體的廣告都在訴求這個東西 訴求這群無頭人 叫他去做事情 現在哪一個牌子的球鞋最好 他就去 對不對 上街看 看黃色小鴨 一群人就去了 完全這都沒頭的人 我們隔壁就一個無頭城市 叫什麼 香港對不對 香港整個就是資源回收層 以前中國是不是輸給大英帝國 割了香港給他 香港 那個英國人拿到以後做什麼事情 建立一個系統 一個商業系統在裡面 所以香港人在那邊玩得很高興 每天什麼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咚咚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咚咚 春天都沒辦法插 等到九七之後 中國要收回去了 所以香港人知道這些消息 有的人就先跑對不對 有的人跑哪裡 澳洲 移民加拿大 英國 對不對 有錢的 沒錢就留在那邊 對不對 可是這群人到處跑的也一樣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沒有頭的人 資源回收人 每到一個國家 他就變成那個國家的 製造生產的資源回收人 一樣 每個國家都可以用 因為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這種人有一個習慣到處買房子 上海有房子 叫人家店 我都有錢 可是這種人就是典型的資源回收人 他只管他自己吃穿喝 村子都沒辦法插 他跟這個土地沒有結合 他住在哪裡都可以 所以那些難民跑來台灣還想再跑 都是這樣子 但是台灣不會 這是我們的土生土長的地方 我們都跑去哪裡 這種人才會鬥分手在當地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拉回去 香港人看到 中國派了總督來管他們的時候 不高興了 跑去佔中 佔中環地區對不對 對不對 最近在鬧 記者就訪問他說 你為什麼抗議 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頭啊 我們沒有頭 聽到會不會 總督為什麼有頭 中國北京派來當然有頭啊 他要效忠北京嘛 對不對 你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嘛 你過去叫人家打派了 我現在帶你回家 好好把你打死一下 才不對 讓你真正成為中國人嘛 對不對 唱人民解放軍的歌啊 對不對 沒有錯嘛 你本來就是中國人嘛 你過去被交錯了 你認同錯了 你向他拉回來嘛 所以總督效忠是對的啊 那你這群抗議是什麼 所以 這群無頭人去抗議的時候 我那時候 在他們抗議的時候 我在這邊演講有講 我說沒有頭人做事情也什麼 無頭無鬧 所以你抗議到不會 會不了了之 跟我們學生一樣 你訴求什麼嘛 給你腦好 最後上談判桌 請告訴我你要什麼 談判啊 你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嘛 因為他沒頭嘛 因為他沒有一個整體組織架構 他不曉得要什麼嘛 給你要你也要不出東西來嘛 你根本不曉得你在訴求什麼 說到那裡就是這樣 來 所以 你們在座各位來這邊上課 請問有幾個人是超過一千人公司的老闆 沒有嘛 上次有一個桌後面給我舉手啊 他說一千人啊 我說那公司很大 台灣有這種公司喔 他說沒有在深郡 還有一個工廠 放假的時候來這邊上課 他說一千人不夠耶 他說一千人怎麼不夠 已經很大耶 我說你要準備要管六十萬人 他說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台灣民政府在這邊 我們是台灣以後的治理當局 政府對不對 我們要管兩千四百萬人 我們準備四千個人 四千人怎麼管兩千多萬人 平均一個人要管六十萬人 六十萬人耶 你過去不要刮到一個公司 你希望有人叫你關六十萬人 你可以管嗎 你會撐的嗎 開始就有人緊張了 是啊 怎麼辦 不用擔心啦 歐巴馬有沒有管過兩億人 三億人 沒有啊 歐巴馬是不是還是當總統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系統 有一個組織 有一個架構就可以啦 當初中國人跑來台灣的時候 有帶了幾個官員啊 沒有啊 那些很多都不識字的啊 還不是這樣管理台灣 因為美國在後面幫忙嘛 中國共產黨拿到中國 那麼幾億人的時候 請問你 他的高官有幾個懂得四大字的 沒有幾個啦 後來是誰幫他訓練 俄羅斯啊 蘇聯幫他訓練的啊 蘇聯老大哥訓練中國人 來管中國人 你知道嗎 先進國家才會知道 什麼叫做系統 強國才知道 什麼叫做系統運作 所以一樣嘛 我們這四千人站出來 你就只要觀念正確 訓練得好 進來 我幫你訓練 你按照美國制度去執行命令就好了 要的只是你法理要清楚 對不對 那不然你這個年紀 叫你重新在職場再訓練 不可能啦 只要法理搞清楚 好 現在有一個問題 那這麼多人 六十萬人你怎麼管 問題來了 怎麼管 我跟你講我們教你系統 第一個分類 把你要管的人分類 你沒有分類 你染蘇都混在一起 你會出事情 分類分哪幾個 分三類 哪三類 根據他的行為 就是Disposition 他每個人的個性 他最後Decision Making 會根據什麼來分三類 上個腳這是四個腳的 四個腳是什麼 動物 我現在在說人 我現在在講人 可是他的行為像獅子腳的 什麼叫動物 就是他有東西吃他就很高興 對不對 沒有東西吃他就發脾氣 對不對 動物就是這樣子 你跟他吃飽就安安靜靜乖乖的 不會鬧 所以你用食物可以控制動物對不對 我可以用食物控制獅子跳火圈 我可以食物控制大象 比我還大 我可以用食物控制殺人精 對不對 人類就是用食物在控制動物 動物又分三級 越下面越不能馴服 越上面越高級 動物叫什麼 以前 什麼叫動物的人 你知道嗎 高雄 過去有一個晚上 你怎麼不想睡覺 騎兜牌 飆車主 衝到路上 拿武士道去砍人 砍完以後警察把他抓過來 年輕人晚上沒睡在做什麼 你知道那年輕人 很屌的 人當中講什麼 沒有什麼 送 送 這是人話嗎 你晚上沒事情拿出來給人搏 這叫做送 這不是人話 這是動物講的話 對不對 動物就是什麼 發情的時候看到女孩子就要上 那個獵食本性出來的時候 都要去抬人 對不對 沒飯吃就要去唱 就是這樣 像動物的本性嘛 越下面越像動物嘛 所以台灣人過去都要說一句話 你以後不要再講喔 說什麼 要蠻的要做什麼 我都做飯吃 有沒有聽過 蠻的要做什麼 我都做飯吃 那種就是動物講的話 不要再講了 為什麼 他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嘛 不是嗎 不然就換飯吃就沒有意義嘛 所以這群動物的話 食物才有意義啊 學問沒有意義啊 馬上可以換吃的啊 你不要小看這群人喔 他可能在社會上是高級喔 他開的是Lamborghini的跑車喔 住的是地堡喔 有私人飛機飛來飛去喔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對不對 對啊 他就像動物一樣的人啊 因為他主導他行為就是這樣 台灣很多這種的黑心廠商就是這樣 為了他自己賺錢 別人的事業沒在一起 那就是像動物一樣的行為 做決策的人嘛 我現在說人啊 拜祢要灌這個 在社會中佔40%喔 到60喔 有的人70喔 看這個國家發展的程度來講 對方來決定賺百分之多少 越先進國家當然越下面的人 更加關了 好小好小 中產階級會比較多對不對 好啦 講到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這個人 沒頭的人啊 每個國家都有這個系統喔 就是一群中產階級 負責製造生產製造生產 他們的語會是什麼 錢啊 這上面的人 先不講這個上面是什麼 有頭的人 什麼叫有頭的人 什麼叫有頭的人 有效忠對象的人對不對 效忠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啦 講那個可能太玄 我說傳教士 你知道台灣有熱商療養院嘛 傳教士 從美國那種先進國家 來到當時的台灣 台狗是什麼 就是麻風病 就是那個末端神經 被細菌吃掉 肉就開始腐爛 手就越來越少 鼻子也不見 哪裡都耳朵也不見 對不對 那個麻風病 台灣人都不敢靠 美國的白人居然這樣 帶他的水母來到台灣 整死人 在熱商量幫我們台灣人 哇油啊 幫這群人每天早上看到晚上 照顧他們 台灣人很感興對不對 什麼 支票 15萬20萬關掉 謝謝你對台灣的貢獻 結果 沒想到第二天 傳教士又把那個支票 又送出去了 又寄給需要的人 那覺得很莫名其妙對不對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你不了解發生什麼事 我還講有頭的人 他什麼 有效忠對象 他輩子來做這件事情 不是為他自己 是為了要取悅他的什麼 主子 他的主子是誰 上帝嘛 對不對 上帝叫他來 他就來 他就來這邊做幾世人奉獻 他做這件事情 他覺得上帝會高興 所以他做 如果上帝不准他來台灣 他就 叫他去別的地方 他就變成別的 到非洲就變成死懷則 到印度就變得蕾莎修女 就看上帝叫他去哪裡 所以他這輩子成功與否 高興不高興 是為了取悅他的神 所以你給他錢有沒有用 沒有用啊 所以會開始在人家 對這個看不到 他做的事情我們看不懂 那有頭跟也有黑頭 黑頭比如說IS 回教組織 甚至叫他殺人就殺人 對不對 你要認對對象 你認錯也是很衰的 對不對 但是我只講說 這群人是有效忠對象的 他的價值 他討論的是真、善、美這種事情 在他們世界裡面 沒有真理做基礎的善跟美都是假的 沒有真理真實當作基礎 你做的善事或者生得衰衰都不好 比如說我搶了人家的老婆 我把他弄一個金屋長焦 我不管給他每天對他多好 買什麼漂亮的東西都沒有用 是非法的 對不對 要唱人的母 這個前提錯後續的 我不管你每天 三餐叫三軟騎 做什麼好事你都不算 因為你一開始不對了 但是對下腳的人說 就這樣啊 要不然要怎麼辦 對不對 這種人叫他去一廊買畫 他看不懂 因為他不曉得這東西好不好看 對美的東西他沒辦法欣賞 他沒有絕對不要 所以他用什麼 你跟他講這一幅畫值 幾千萬幾億美金 他就嚇死了 那一定是好的 所以對下腳的人 他評估一個事情的標準是用錢 用錢來評估事情的是非對錯 但是上面這個人不是這樣 我今天你們來這邊上課 就是讓你們變成有頭的人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請問你們今天來上課 希望透過上課 改變你的請舉手 蠻多的 謝謝請幫我講 還有人不是喔 在考慮 因為他上過課 不算 當然不是 我請問你 你們都有結過婚 有跟家人相處超過四十年 三十年都有 二十年 比較年輕可能十幾年 有女朋友的 請問你 相處那麼久 你可以改變對方的請舉手 沒有嘛 你連老婆都改變不了 你怎麼相信說 來我這邊上課兩個小時 你就扁了 對不對 不可能 下一個問題 合理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來上課幹嘛 對不對 你要問我 那學 大三老師我來上課幹嘛 既然不能改變我幹嘛來 你要不要知道答案 那為什麼來上課 我跟你講答案是什麼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們本來就是什麼人 本來就是一種對真理 渴求 想搞清楚 對事情如果暗昧不明 你不能忍受的人 就會來這邊上課 聽到法理 聽到邏輯 頭腦就清楚 眼睛會發亮的人 就會來這邊上課 你自然的嘛 你自己想要花錢 花時間來這邊 知道對的事情 因為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所以我來這邊上課目的是什麼 在篩選人 在台人 不是台 台 台美的台 就是把東西shifting 就是大顆流下去 大顆流下去 大顆流下去 小顆流灶 就這樣子 shifting 所以來這邊的人的話 如果聽不懂 早到在後面打瞌睡 要不然就走掉了 如果聽到的人 眼睛會發亮 像現在我們上高級班的那些 沒有 上那個 在進一部課程的人 我們到這個年紀 看人是看什麼 看眼神 對不對 那些人裡面有聰明 還有老實 看來很新都知道 對不對 上班當老闆一定會這樣選人的 一起吃個飯 觀察你 一樣 來這邊上課之前 那時候 那時候民主黨叫你們 上課之前先自拍一下 上完課兩天之後再自拍一下 保證你的臉書變了 為什麼你突然豁然開朗 把整個台灣的大局都看得到 比現在的媒體都更清楚 比人名嘴都清楚 因為你看到整個世界的大局 我們是誰 定位很清楚 也知道自己是誰 活著幹什麼 不是這樣用用路 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也會當 去賺錢 去搖水 搖給流亡政府 不是這樣子的 你已經搞清楚自己的身分是什麼 為了誰要奮鬥 為了台灣的大局 你是要怎麼奮鬥 不是一定會發大局的 說話這樣去看 你只要知道國際法理 你只要知道哪一條路 才走得對 這個要什麼訓練 就是對這真理 很細微的判斷 英文叫Discernment Discern 就對事情的 是非對錯 要有分辨的能力 不是聰明 能分辨 就是要有頭的人 絕對的是非 真理是絕對的 對的就是對 錯就是錯 不要說的有的 下腳這人沒辦法說的 因為他的本身能力上不足 沒辦法去討論是非對錯 什麼東西對他人都相對的 但他很會玩遊戲 他可能是很會操作 市場操作員看很多錢 可是跟他討論這種 比較絕對的事情 他無法忍受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的是這種人 來做什麼 以後就是你們 你們是這人 要來關下腳 99.9%的人 來我們這邊 只有4000人 Out from 我們多少 2400萬人 你們是0.00幾的人 每個國家都是這樣子 不是像台灣 我也不會太怎麼樣 但是 透過這種法理課程的訓練 讓這種人自己會跑出來 自己會接觸到這個東西 自己會進入這個東西 因為你們本質上是這個人 你知道嗎 來 那我們的工作是什麼 去統治下面的人 怎麼樣 製造好的遊戲規則 讓下面的人玩得很高興 你知道嗎 你的政府政策都需要 我要照顧 會有這種人 我叫他站起來很難 我只要拚我要愛人站起來就好 對不對 你看美國那麼大幾億人 外公真正在掌握美國政治 就那麼幾個人而已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 這是美國總統大選 不是在那邊吵一吵去 後面就是簡單的 Eleology的爭吵 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的爭吵 對不對 桑德斯 克林頓 還是說另外一個Trump Trump代表是資本主義的 絕對資本主義陣營的人的講話方式 不管怎麼玩到最後 都是有頭的人在打仗的 那你選這樣的遺憾 不是他們分手 一位 NegReport 你不知道 管治臉 你想想想說 不錯 你不是 你有其他的 請告訴我 不要怕害羞 我跟你講 怕手 怕不對 沒關係 為什麼 他會讓你jot 英文叫jotting 把你shake 然後你突然說 怎麼不是 這麼冠冕堂皇的理由 怎麼會不是我人生追究目標 難不成我要追究其他嗎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沒有錯 但是錯在哪裡 大戰老師要解釋給你聽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錯了 第一個 它是形容詞對不對 形容詞嘛 自由是不是一個形容詞 幸福快樂都形容詞 你不能把形容詞當作你追求的目標 因為形容詞是一種感情上的感覺 那表示你是追求感覺的人 我再講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有一個宜星 一個醫生 他說我這一生以賺錢為目標 就說宜星你剛去看嗎 不敢嘛 這次會好 給我看幾次對不對 要賺到百萬 你如果沒錢 要來看 你沒有錢 你不要來看我這個醫生 對不對 雖然我技術在好 你沒錢不用講 但是如果有一個醫生說 我可以給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是我醫生追求目標 這樣好不好 真好 技術又好 我就去看 因為這樣的時候他病人很多 因為他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大錢 這樣可以嗎 可以嘛 因為他的目標設對了 所以賺錢這個東西 是伴隨而來的複產品 所以我再講一個字 自由 幸福 快樂是複產品 叫做Biproduct 當你做對的事情他會複產 你不會把複產品當作你主要目標追究 我舉個例子 有個男生 一個女生看到一個男生 又高又帥 高富帥又學問嫁給他 嫁給他 嫁給他 每天就這樣花錢 浪費時間不要換人 這個好像又可以 又不行再換人 不對嘛 結婚應該是兩個人相愛 對不對 一起共同奮鬥 建立家庭 平手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好好的也做媽 生了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面 三個家人聚在一起 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吃飯 享受什麼 自由 幸福 快樂的感覺 它是一個感覺 當你做對事情的時候 它會伴隨而來的 沒有人說我追求幸福 那永遠你也追求不到 對不對 因為你把一個抽象的概念 副產品放在那邊 當作追求目標 你永遠也追求不到 你知道嗎 這樣穿起來嗎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我繞一大圈講這個幹嘛 我就說到台灣人聽的 台灣人就說誰灌都好 有飯吃就好 對不對 誰都灌 現在就好小好小的 幹嘛改變呢 你如果哪有什麼 對不對 我說他們都沒頭的人 他從來就不管什麼 叫做真正該追求 對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要把所有事情 搞清楚之後 你的幸福快樂才會來 你這樣騙自己 你給中國人管理 永遠台灣的後來 沒有前途 永遠當成奴隸 還自己都不知道 他騙去拜人做你的做生 做功做什麼 台灣人為了一碗吃飯 把你做生都賣掉 去拜人做你的做生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這樣 這如果又下去 拜不台灣人 我再跟你講 這是最後一次機會 透過法理把整個台灣人 叫撐起來 這是最後一次機會 台灣人又聽不懂 沒辦法 來 這看有嗎 看不懂 你們看不懂 這個看得懂嗎 看不懂的請舉手 來 只有一個 你們看得懂 兩個看不懂 三個 其他都看得懂 我就問問題 我只問看不懂的 看得懂我就不問 請問看不懂的人 請問他是畫 飛機 大炮 坦克車嗎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剛才說你看不懂 我就問你說 他是在畫飛機 大炮 坦克車嗎 是不是 是還是不是 不是嘛 請問他是畫男生還是女生 你看有啊 看有幾個人 有個 這樣就知道 所以你完全看得懂這幅畫 對不對 你看得懂嗎 你認為你看不懂 是因為 他跟你以前想像那個 你這種你就看得懂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這你就看得懂了 你說這個看不懂 因為生意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說 你這個再看不懂 我請問你這個 他在畫什麼 你說你看得懂啊 他畫什麼 你這就是 他是畫的 我要畫的 在畫面 他在畫的 他在畫的 我畫的 他畫的 自己畫的 在畫的 這個人畫的 你知道嗎 這台灣人很好玩耶 你想說你看有結果你看沒有 想說你看沒有結果看有 台灣人火氣了 來 我跟你講 我今天要講這個 是要講這個 為什麼有這種不同畫法 你需要解碼器 我給你解碼器 你馬上就知道 這叫做一點透視法 一點什麼 你照相的時候人不能動對不對 你動了影像會灰去 對不對 這叫一點 當你時間固定觀察點改變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 這怎麼講 這是不是一罐水 這是不是一罐水 這也是一罐水 不一定對不對 這是我 這也是我 怎麼一定要這樣看 不一定嘛 所以當時間固定觀察點改變 就會產生這叫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 在上上世紀就已經開始 1907年就已經開始 皮卡索畫的 你阿公阿嬤有的圖 你現在看不到 所以你的藝術欣賞能力 退出幾百年 但是剛才你看這個 這已經是三百年前的圖 所以你的藝術欣賞能力 你再往後推了 我目的不是要講這個 我目的不是要講這個 不管你是哪個形式 哪個系統 這算是黑洞 一個看畫的系統 它都一致 叫一個英文單字 講到英文單字 拜我們民政委官員都要英文 我們會改成英文官方語 日文官方語 不用笑 那時候我們老婆、老母、阿公、阿嬤的時代 就是經歷這件事情 本來當時日本人 向東國人跟你冠 叫你不准再講日語 你要從零開始學中文 好可惡喔 那是違反戰爭法的 跟我們議員 所以很多阿公阿嬤 在日本很好的大學回來 沒有討論的 為什麼 它不會中文 中國人一天會跟人家說 台灣人說的韓文 這不是韓文 你用台語告訴我 我用一句來說看看 是不是 它來的第一個件事情 就改變你的語言 讓你突然之間 你的好像兩隻手 被人家綁住青菜人爬一樣 你說的人聽不懂 你說我聽不懂 對不對 你要學你的北京話 就變成這樣了 語言 你不要小看語言 語言不光是一個溝通的方式 語言也是一個 perception 你認知世界的方法 語言決定你看到世界有多大 你如果只會中文 你就限制在中文的世界裡面 你如果還會英文、日文 你的世界比人家大太多了 對不對 你隨便打 在Google打中文打日本 你看到有幾個是 好好的報道日本的消息 沒有 全部是負面 對不對 你打一個南海 哪一條中文的新聞 是講說南海 是日本天皇的 不會啊 那也是傾向中國 你打個美軍 什麼時候看過美軍 是一個好的新聞 不會嘛 你知道嗎 媒體是黨的喉舌 是中國人的喉舌 你如果看中文的世界 你就被人生鬧了 對不對 沒錯嘛 你被限制在中文的環境底下 你拉到他的場子被他打 你會英文的人是 所以我們出國的人 就是有另外一個觀點 1989年我出國到現在 我出國十幾年 我本來在台灣的世界也不知道 我感覺怪怪的 等到一出去 所以那時候出國之前 大家都會訓練你啊 怕說你出去就跑了 每個出去都也跑了 因為我們出去外面看 外面世界再回來看台灣 真的是荒唐 對不對 我1986年就出國了 就去美國了 到那時候 很苦啊 來 這個字叫Consistent 一致性 Consistency 什麼叫Consistent 我今天穿西裝打領帶 右邊穿皮鞋 左邊穿高跟鞋 那個都不一致 系統不一致 什麼 指一個形式系統中 不遇含矛盾 什麼叫矛盾 我跟你講 法庭的雙方在 告來告去的過程 只要證明一件事情 只做一件事情 沒有其他 就證明你對方的陳述 跟他的證據不符合 這樣就贏了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告贏美國的方法 美國你不是主要佔領全國嗎 台灣不是你的 那為什麼這邊發生這件事情 為什麼中國有給他灌 為什麼違反戰爭法 對不對 你說戰爭法 國際公法是你所尊重的 你怎麼幫中國人宣稱 台灣是他的 所以法院一告之後 他就說了 台灣這個到底是什麼人 很清楚 美國證明 射在日本天皇 現在這個代理者 代理者 代理者 要用配人給台灣吃 就這麼簡單 整個故事就是豁然開朗 台灣人知道故事之後 我待會再講 這叫consistence 叫一致性 我還講另外一次叫做法則 什麼叫一致性 我帶入其他的一些法理的觀念 法則就是放諸全宇宙都一樣的標準 叫什麼 宇宙間的法則 比如說萬有引力 是不是宇宙間的法則 只要在這個宇宙 兩個物件存在就會產生引力 只要你活在地球上 是不是有地心引力 你就受地心引力影響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活在地球上面 想要寫一個建築法規 你是不是一定要考慮到地心引力 一定的 你如果不考慮這個地心引力 建築會導 對不對 所以你的建築結構 係數 去分析 都要配合這個東西 它有一個叫做法則 人類也有人類的法則 人類的法則是要傳宗接代 要生團 所以你要寫民法 你在寫法律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說人要傳宗接代 你要保護家庭制度 你要保護婚姻制度 是不是 那我問你 人可不可以違反這個法則 可以啊 結果是誰倒霉 人自己倒霉 當你跟這個宇宙之間 所運作的法則 強崩的時候 是人倒霉 所以我要給你們看這個概念 法律是有一層一層一層的 最下面這叫做The Law Nature Law 根據自然法 法律 這個自然法建構起來什麼 The International Law 法律是解言 所以我們現在的國際法 或者那個戰爭法 或者是萬國公法的基礎 是建構在Nature Law上面來討論的 然後在這上面再建構各個國家 不同的constitution 在你的territory裡面 你有你自己管你們家裡面的 私交constitution 憲法 憲法上面再寫你各地方的民法 什麼法 什麼法 在那裡再弄起來 所以法律是解言 在中華民國體系 他一定不會跟你交這個東西 所以你念台灣的法律系 他也不教你究竟上合約 怎麼看究竟上合約 我跟你講 跟台灣這塊土地的交易 買任何一個國家 是以什麼樣來取得 條約 怎麼可以親善公共 什麼宣言這個土地就變你的 不會 一定按照條約 法律你買一個房子 101說是你的 你講一千字也不會變你的 你宣言幾次的也不會變你的 一定按照 101等150億 好 我明天付這個錢 交易雙方上面簽字 對不對 產權契約上面變更 標的物的那個擁有者 對不對 名字換作你的名字 之後你才可以講101是你 那這個動作就是簽條約 treaty 只有treaty才可以做 國際間土地的買賣 要不然又買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一定要有這個 台灣至今為止 跟台灣有相關的只有兩個條約 哪兩個條約 最近的一個叫舊金山合約 上一個是什麼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在做什麼 大清帝國各讓台灣澎湖 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對不對 皇帝跟皇帝之間在做交易 所以大日本帝國皇帝 擁有台灣這關土地的主權 後來因為戰敗的關係 又簽了舊金山合約 對不對 現在知道嗎 可是究竟那合約 日本現在新成立的日本國 只是放棄對這個土地的管轄權 可是那個擁有權 還沒有給出去 沒有任何 因為佔領不移轉主權 你知道嗎 所以日本天皇到現在為止 還是擁有台灣澎湖這塊土地的租管 在他手中 所以美國講話都是繞來繞去 有沒有 他講說 我們承認日本對釣魚台有管轄權 對不對 但是他至於主權的部分 他沒有留言 當然沒有留言 沒有留言 不表示他不存在 只是他不討論這個問題 你一講到主權就是主權的問題 現在的世界各國 在台灣 現在的情況很緊張 前面上面是北韓在玩 下面是南海在玩 對不對 美國現在趁這個機會 所有的軍隊都進來了 對不對 60%美國軍隊以後會壓在亞洲地區 你認為這60%在亞洲地區 會只有浪空一個台灣 不可能 台灣軍隊現在已經爛到這種地步 你請問他還有資格來防守台灣嗎 既然爛到這個地步 中國為什麼不下手呢 你就很清楚了 法理就在後面 我們跟你解釋 大明珠跟你說的法理 完全解釋目前的國際現況 一清二楚 只是政治人物 我告訴你 政治是要模糊 法律是要澄清 政治是要模糊 為什麼要模糊 才可以上下其籌 獲取最大的利益 那法律一旦到法庭的話 就是清清楚楚 爬著什麼話題 讓你沒有資料還騙 所以今天 誰是被告 被我民政務告 中華民國啊 這是 且真正是 連他們自己的外交部都承認了 如果這是假的 哪有可能他在法院 在美國法院 是被告呢 我們現在只等判決而已 判決一出來整個翻盤 你看看世界會變成怎麼樣 但是這個判決事情 當然要配合美國 對不對 他的亞洲佈局到什麼程度 那很明顯嘛 台灣人怎麼看沒有呢 還會裝傻繼續 在這個中華民國體系下去玩 很明顯嘛 中華民國是被告 如果不贏 我告訴你 美國法院沒有什麼隨便 無聊訴訟的 無聊訴訟的時候 你要負擔的結果 這律師也取消他的執照 如果你沒有三兩三 沒有幾斤幾兩 你不可能在法院 形成一個案子告他 不可能 你要提出來示證 法院要非常有價值 全部給你看過 才會成案 你知道嗎 反而相對的 在我們民政務提出這麼多次 民政務在這邊講法理 有夠深的 有夠清楚的 我跟你講 當你陳述事實的話 就很多的細節可以講 再教你們一件事情 當一個人說實話 你要看證人講話 他如果也可以描述很多細節 標示這個人說的是真的 哪敢騙的 沒有細節 了解嗎 他辨不出來 再給你們一個 這是你們平常在下判斷 這個人說老實話還是說白痴 他如果說到很多細節 比如說當天他穿什麼衣服 戴什麼靈帶 很多細節講出來 這個人說實話 但是他講不出來 一一烏烏的 說謊話 很簡單 中華民國有沒有台灣這個地方的主權 一一烏烏的 說謊話 當然說謊話 這根本沒有細節 竟然說開羅宣言出的這部 一個新聞communicate 新聞 算是公佈吧 新聞稿 就拿來要當作 擁有台灣這塊土地的 最近不是有個立委要做什麼事情 他說整個 政黨把它宣佈它是違法的 整個就解除掉 中華民國處理掉 立委在說 不然 政黨處理掉 你還有一個中華民國體系 你民進黨在玩 還是在這中華民國體系裡面玩 你跑不出去的 真的要解決台灣問題 只有台灣民政府 走到國際上的法理 回過來切入台灣問題 台灣人不再も 自示施家攝影響 都要被 combustible 青著しか 那個項目裡面 要特別 polymer 先太快 關注 我們林博士 把整個研究完 寫成書 如果會挑戰 現在老早就被挑戰了 不行 對不對 你可以 Então 我們在這邊 林博士在這邊大聲挑戰 你們些人覺得他在裡面有什麼問題 提出來 challenge 一樣在法院也是啊 你對於對方提出來的證據 有疑問挑戰 你提出新的事證來推翻他 我們在這邊都是在做工房 所以我們坐在這裡喝茶站的腳 在單膝肝就是等結果而已 所以我們也不急不需 不急也不會在看什麼 不然我們在等時間 現在就看台灣人聽了有聽了沒有來到這裡 對不對 來 繼續 時間越來越少了 來 史觀 所以你現在知道 你所有的歷史的觀點都是什麼 佔領者這個偷偷要把台灣吃下來的人 給你的教育 你對台灣人認識是這樣 我給你一個新的觀點 所以怎麼樣 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我們的立場 立場會走過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我再說一次 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走過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你我沒有人寫歷史吧 你頂多寫個人日記嘛 對不對 要不然寫笑史嘛 對不對 要不然講公私言歌詞 沒人在下歷史 歷史向下 我講一下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觀點 北美有白人的觀點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觀點啊 台灣很多人說我的觀點 請問你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有實力的人才有觀點嘛 對不對 北美的歷史根本是印第安人寫 不是嘛 你寫自己寫 自己歡喜 真正寫美國歷史是白人啊 你實際佔領者啊 強的嘛 對不對 會強加這個史觀套在你身上嘛 但是觀點不同的話怎麼樣 我跟你講 男生有女生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結婚當天晚上就吵架 為什麼 那女生喔 剛結完婚想表現一下 跑到廚房炒菜 叫她老公坐在旁邊 新婚喔 一道一道炒飯 兩道以後就說 老公你先吃 老公你先吃 等你煮完了 大家一起開動吃飯 不要啦 先吃 那先生就生氣了 我家從小都是 就是 大家採動之後 做定了才開動啊 那太太說 我家做生意 沒那麼糟糕啦 新家 這樣就可以吵架了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每個人把它從小到大習慣 生活的觀點帶進婚姻裡面 你一旦要結婚一定要怎麼樣 協調嘛 compromise 不行就怎麼樣 吵架嘛 對不對 吵架就要說什麼 協調嘛 協調再不行呢 離婚 有人在笑 可能最近剛剛新婚 男女之間頂多是離婚收場 但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如果觀點不同 不是離婚喔 是戰爭喔 是會死整個幾千幾萬人死掉的耶 你現在看了嘛 敘利亞是不是觀點不同 幾百萬人就是流離啊 死過山 死很多人啊 我剛才講說男女觀點不同 頂多這個收場 但是國家跟國家觀點不同 是這樣子的耶 那是大事耶 所以中國人跟你宣佈之後 一定要洗你的腦 要改你的觀點嘛 套用他的歷史觀給台灣人嘛 但是我跟你說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情喔 上面 因為現在流亡政府很喜歡講說 喔 台灣民主 國務院那些很可惡的傢伙 也一起在說 喔 台灣這個民主很寶貴 選出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胡說八道 台灣哪有民主 台灣有民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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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In that sense 但是我很講英文 Democracy OK 背幾個單字 Democracy 就是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這叫Democracy 一個是Aristocracy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rivileged class Theocracy Ruled by God Autocracy Means independent or self-driven power Monocracy Ruled by one individual Monarchy 我們是Monarchy齁 一個人就是天皇統治 來 Maritocracy Ruled by the fine 好啦 我只是跟你講齁 你們也順便上課一邊 學習英文單字 很多英文單字都是 Curacy 就是power的意思 可能以後你們就要上這個 我跟你講 Curacy就是power dynamic 前面是什麼 Demo Aristo Tio 都是一個單字的前文 加在一起就是這個 民主就是Democracy 你如果用中文去思考 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好啦 我們講人民 什麼叫做民主 人民最大對吧 請問你們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民政務官員對不對 請問你當了官以後 有議員 參議員 眾議員 內閣 你當選之後 你認為人民最大的 請拿手 你動選之後 你覺得人民最大的 請拿手 沒有人 你們都不覺得 我們來討論什麼叫人民最大 什麼叫最大 你們叫誰最大 阿公 阿嬤是不是 長輩 怎麼說你們家的孫最大 沒有 倒過來 他最不懂事 不可能讓他最大 但是民主就是這樣子 來 我給你看 這是什麼 這裡有多少人 30萬人 你以後要管制這個的兩倍 60萬人 什麼叫人民最大 什麼叫最大 就是他說話算話 叫做最大對吧 當你講說人民最大 你說人民講話 決定你要做什麼事情 它叫做最大 當60萬人覺得他最大 請問你要聽誰的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60萬人 裡面每個人的利益 都互相衝突 這裡面有不同的群組 比如說 I want to be the boss I want to be the boss Yeah it's my turn to be the boss 每個人都想當老大 對不對 一群人60萬人 每個人都有他的意見 他的看法 你要聽誰的 所以民主是什麼 它是一個授權單位 它不是一個管理單位 授權是什麼 把權力給出去的一個機制 民主是一個授權 就是把你的權力交出去的一個機制 它不是一個管理 如果是的話 公司 大家投票決定就好啦 明天要勝任什麼 大家投選選舉 投票啊 公司要怎麼run 投票啊 如果跟你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 大部分公司都垮掉了 沒有多久就完蛋了 對不對 你球隊要去打球 球員大家自己來選教練 選誰打前鋒誰打後衛 最後set it down 民主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 它不是一個管理之制 如果管理是這樣管的話 你馬上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沒有說重要的決策 交由人民去決定哪會跟事情 大部分人民都忙著自己來工作 自己的生活 哪有時間來看你的法案 任何立法委員的法案 一般的立法委員還看不懂 是不是 這麼重要的事情 怎麼可能每一個人自己去 挪出時間來研究國家法案 然後來投票來做決定 每次回事嘛 沒錯吧 所以在世界上什麼樣的組織架構 或者是最厲害的最兇的 民主是一種制度對不對 除了民主有沒有其他制度 是最有效率的 最有效率的 最有效率的 我要用軍隊 任何國家軍隊 為什麼 為什麼軍隊的制度是最有效率的 因為它玩不起命啊 你知道嗎 一個 如果民主制度 國家做生意的地方 如果用民主制度 就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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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軍隊如果失敗的話 西郎 他玩很大 所以當你玩很大的時候 你就會很小心對不對 你會讓這個組織系統最有效率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就變成軍隊是最有效率 因為它是在玩命的單位 你知道嗎 所以你去觀察各個國家 哪個組織系統最強 一定是它的軍隊組織最有效率 短時間部隊到哪裡 他一定在訓練這個嘛 那民主是給一般人 在使用的系統跟制度嘛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是 美國軍政府底下的民事政府 我們後面是有人的 不是我們自己 台灣人自己要站起來的 NO 那我們只是回到戰爭法底下 被占領地區的百姓形成的民事政府 我們只管民事 所以國防外交都不是我們的事 你知道嗎 美國你要保護我們 美國你要保護 我們不用當兵的啊 我們幹嘛買武器 就違反戰爭法 所以真正在保護台灣是誰 美國第七艦隊啊 美國軍隊在保護台灣 你以為中國奧邊可以保護台灣 這麼怕 美國軍隊在保護台灣 連我們上面的防空識別區 都不是我們在管的 都不是中華民國在管的 你們都沒有人知道 上面飛機 美國飛來飛去 中華民國軍隊完全不知道 不會讓你知道的啦 你的武器系統都是跟美國買的 也就是說 你的武器系統 要去看美國飛機有沒有進來 看不到 講這個再講一個有趣的 這世界要怎麼分 你基本上看武器系統 就知道誰是靠哪一國的 土耳其用美國軍隊的武器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是F-16把俄羅斯的飛機打下來了 對不對 可能講太多 這初級班 有興趣要聽嗎 我跟你講 當你用哪一個國家的武器系統 你如果因為有機器 就是國際上去的武器 你不要記得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跟日本 是結合在一起 台灣也屬於這種系統裡面的一部分 你如果台灣是中國 你們就要買中國的武器 是不是 你如果光看武器系統 你就把國際就分得清清楚楚的 不會有懷疑 不會有懷疑 這個不講這麼複雜的東西 我們跳跳跳 因為今天我們要走在講台灣使節 我跟你講為什麼台灣沒有民主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利益立場都不同 對不對 不同的人怎麼可以在一個國家形成民主 民主是什麼 因為這個國家大家都有同樣的利益 才會選出最好的答案 如果兩個人一個是要挖中國 一個是要挖台灣 那有可能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那也叫民主 對不對 你台灣要算民主 所以中國人也要嗆聲 如果要投票我們十幾億人 就去投票 笑耶 對不對 來 不講那麼多 我們再講 今天是要怎麼樣 把大家從智納系統裡面走出來 你是自於你叫什麼名字 拜國剛才你就叫拜國好了 聽不懂嗎 聽不懂 沒關係 台灣無親的名字叫什麼 台灣啊 不是啊 台灣有什麼名字叫什麼 台灣有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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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人是北人走到那些地方 是以為這裡來到印度 所以叫印第安人 那本來上面只有不同的部落在打來打去 哪有什麼以整個整體當作一個名字的 沒有這樣子講的啦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本地沒有名字 是後來叫葡萄人先看到 叫你的名字 外面人叫你名字嘛 你知道嗎 所以以前在國家地理平均報雜誌上面叫什麼 國家地理雜誌上 FOMOSA的Beautiful 用FOMOSA 那時候Beautiful 洪炸台灣的時候 這是什麼 FOMOSA Tons of explosives for FOMOSA 炸彈咧 然後在San-Resa-Pierce Treaty上面 英文版上面用什麼名字 跟我用台灣 有啊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Pescatores 你看到 究竟在和平條約 我問你 條約上面一定不會用假名字對不對 一定用你的本名真名 我們先不敢其他 所有的版本的條約 最好以什麼版本為異句 英文嘛 對不對 所以英文上面寫的你的名字 就是你的真正在國際間的名字 叫FOMOSA 你的朋友叫Pescatores 台灣是中國人叫的 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我不是 條約一聽完一下寫台灣 對吧 FOMOSA 對吧 來 現在問一個問題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存在世界上 你什麼時候知道我這個人存在世界上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存在膜 反而現在那時候 自己存在的解決 所以你能夠接受到媽媽的身體 什麼時候 你都能夠接受到媽媽的身體 我告訴你 你不是要添加太寒 你不是要添加大量的 你的情侶 你不是要添加大量的 你的情侶 你不是要添加大量的 那個添加大量的 Existence 你這個人存在事業上 透過其他的參考點 對不對 你從小到大被呵護長大怎麼樣 他就存在感很強 對不對 存在感很強的人怎麼樣 自信心很強 對不對 自信心很強的人 學習力就比較強 因為他有自信 你敢去探索去學 學習力強的人 就可以貢獻更多給他的群體 但是這個過程如果出了問題 比如說你出生的時候 你怎麼在耗 把腰 啊 啪 叫你掌水八 Baby會嚇一跳對不對 沒錯吧 然後就叫啊 啪 叫你掀水八 Baby很可憐耶 我以前到那個育幼院裡面 帶小朋友 帶糖果餅乾陪他們玩 總是有一兩個小孩子都不要 躲在豬肚子裡不要出來 嘴巴繼續吃喔 糖果餅乾喔 但他就不希望你知道它存在 為什麼 後來老師說 他就受虐兒啦 從小叫靈體比較大 所以他不希望人家知道它存在 很低的存在感 很可憐喔 我跟我說台灣人就是這樣啦 我是台灣人 把他扒下去 我台灣人說台灣人威脅不對 把他扒下去發錢 對不對 新的一代可能沒有 我那個時代是啊 連台灣這兩字都不敢說 所以那時候才有一條說 台灣的名字是有嚇壞聽的 連講都不敢說對不對 對啊 過期是這樣耶 所以台灣人都受虐兒的臉書 很可憐耶 對不對 沒問題 你不光是被人家虐待 你再灌一個鬼子名給你 什麼鬼子名 你說你中國人 你說你是說中國人 為什麼中華民國是鬼政權 你知道嗎 是鬼子 離開他的身體是不是鬼 沒有錯吧 中華民國的身體在哪裡 中國啊 台灣不是他的身體 他離開他的身體來到台灣 中華民國憲法到現在 還沒有包括台灣 也不敢放進去 國民大會開多少次 沒有一次把台灣 澎湖放進中華民國版圖裡 你要變更版圖的話 國民大會開會通過 沒有啊 所以來到這邊叫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就是鬼 不辛苦的假政權 叫鬼政權 鬼政權來到台灣 附著在台灣人身 所以要講一個故事好不好 聖經上有一個地方叫格拉森 格拉森這個地方 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很多的地方 所以人死了 保保保待你來就好了 不用做冠冊 結果這個地方 久而久之就形成天然的墳場 墳場你知道西人坐的什麼坐 墨神坐 貴子坐 貴子坐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鬼附身 有一個年輕人就被鬼附身 他整天沒有穿衣服 好吼叫叫就衝來衝去 村子裡的人 從鐵鍊來拔起來 沒多久又弄斷 又跑出去 這時候耶穌來了 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年輕人就衝過來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還沒交 你現在就來 他叫我現在就下地獄喔 耶穌沒有跟他多講話 只問他一句話 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年輕人就講不出來 最後他蹦出一句話 我說我叫群 上面叫做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坐得翻一群 所以耶穌說 從這個年輕人身上出去 所以那鬼就突然衝出來 就衝到哪裡 旁邊有幾千頭豬 跑到豬裡面 那一群豬就衝到海裡面 全部死掉 這個鬼走掉以後 這個年輕人就醒過來了 因為沒有鬼在控制他 他就恢復理智 把衣服穿上 他就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這很有趣喔 這跟台灣人一樣喔 過去問台灣人 你叫什麼名字 中華民國人 對不對 還抓雞要進去聯合國 要人家承認他是鬼附身 怎麼很好笑 人家當然不會承認你 所以拿中華民國護照 進聯合國 當然被打槍 反而是拿民政府的身份證 可以進去嘛 對不對 很明顯的嘛 這太明顯的事情 如果我們講是假的 老早就被媒體打槍嘛 結果蘋果日報那時候是不是 看到我們在網路上講這個 他自己也求證啊 蘋果日報的記者 真的跑到聯合國 拿中華民國護照 被人家修理啊 打臉啊 只可惜他沒有做下一個動作 就是把我民政府的身份證 申引到然後進去 做一個報導 對不對 不是更直接 這樣才是一體兩面嘛 對不對 呵呵呵 好了 現在 鬼因為我們講法理 所以被趕走了 因為真理跑出來 假的謊言就要跑掉嘛 就站立不住嘛 這個跑掉的時候 還有一頓台灣人 那些什麼人 那些什麼人 動機嘛 鬥頭嘛 是不是 雞童嘛 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不要讓他跑 因為跑了就沒有飯吃啦 以前靠動機 靠幾乎先在賺錢的嘛 這頓 誰是這個動機啊 台灣動機是什麼 中華民國裡面的本土牌嘛 民進黨嘛 台南嘛 時代力量嘛 全部都是呢 全部靠中華民國這個體系下面在偷彈的嘛 所以中華民國要被趕走他就 不願意嘛 不願意嘛 下司名還要在裡面選舉嘛 要讓這個假的鬼啊 儘管繼續在台灣 借殼上市耶 大會撐這個東西耶 好可惡耶 法理已經出來跟你說那些白 你繼續去投票 擺明的喔 我跟你講他裡面的人 都有來這邊上過課 他們也很清楚 我跟你講台面上的政治論文都很清楚 要不然不會有許天才立委 在立法院質詢說那些話 他也來這裡說公共口 都清楚得很嘛 那為什麼你清楚還這樣子 這是我們要問的啊 台灣人難道你沒有站起來的力量嗎 誰還倒回去那裡 我跟你講就是沒頭的人 還沒有效忠對象 我們很清楚啊 來 被抓到賊惡的王子 發現自己的真正聲勢 剛剛講到現在 你現在知道自己的身世是什麼了嗎 我們什麼人 知道嗎 我剛才講到現在 我們什麼人 不是啊 當然沒人家 對 大日本帝國 還不是現在的日本喔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這個身份很重要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為什麼 只有你拿到 上次我們在法院告完結果 以後 美國說我政權要交給你 可是林志生博士要去拿一頓說 你是什麼人 台灣人啊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就你拿出來的是什麼 中華民國護照 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只證明你是中國人 你不是台灣人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要恢復佔領狀態 美國問很簡單的 被佔領地的百姓在哪裡啊 你怎麼證明你 你只證明你是中華民國人啊 你是佔領者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ID卡很重要 證明你是什麼 你是被尖的地方 這塊土地上的人嘛 就是大日本帝國戰敗者嘛 所以我們是被佔領者 那個ID卡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所以你就要去1945年我們戰敗之前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戶口名部上面 有你阿公阿嬤還是你 你的直系學生的名牌在上面 證明你是這樣的孩子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被佔領者有沒有有一天醒過來的時候 變成佔領者 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 我去拿尖的地方 有一天我爭起來 變成尖的地方有可能嗎 不可能 如果我爭領者有沒有一天醒過來以後 我變成被佔領者 不會啊 因為沒有形成佔領被佔領的狀態啊 你現在已經在被佔領的土地上面 你只有兩種身分嘛 要嘛你是被佔領 要嘛你是佔領者嘛 然後你生出來後代也是被佔領者嘛 不會說我生一個小孩變成尖的尖的尖 尖的尖的尖也不會生出來變成尖的尖的尖 所以中國人的後代 怎麼會在台灣變成台灣人呢 不可能啊 台灣人的後代怎麼變中國人呢 要荒唐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沒有形成這個角色互換的情況嘛 但是偏偏這個中國人有發你身分證 讓你有一天趁起來真的比中國人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只有一個理由嘛 讓這塊土地上都變成佔領者 這塊土地就被佔領了 就沒有被佔領者 你知道嗎 那時候俄羅斯被佔北方四島去的時候 也是把上面的日本人全部遣散走 他為了佔一個地方上面沒有被佔領者 那康啊就是無人島就被佔領了 一樣嘛 他就是讓這個地方消失 所以高砂族的人 中國人唯一不能講 我們的原住民是中國人 對不對 所以高砂族的人口急劇下降 就在中華民國六王政務進來之後 結果支持他們最有利的就是這群人 被用消滅第二關的 所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種族滅絕 你知道我們知道什麼叫種族滅絕嗎 西班牙法院 19號根據普遍管轄全原則 對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國務院總理李鵬 五名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涉嫌 這五個人涉嫌對西藏犯下 種族滅絕的罪行 將死的江澤民者人 如果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強硬迴降 哪個國家受理此事 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西藏發生什麼事情 中國人大量進去可以人 對不對 改變西藏人的語言宗教習慣 所以 打來也 打來也打來也帶去人 跑到印度 德蘭沙拉 要留他的種 要留他的種 因為再下去的話 西藏人會不見了 宗教也不見 人也不見 語言也不見 你知道嗎 這種這些都種族滅絕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種族滅絕 但是比國人這樣 所以犯下這個罪行 中國人很可惡 一方面說 我們要保護熊貓 熊貓快要滅種了 是不是 他用全國的力量去保護 邊預算保護熊貓 讓他再配種 可是你對人怎麼這樣 你對西藏人怎麼這樣 要把他趕盡殺絕 這種叫做種族滅絕 這個是違反國際上最嚴重的一條罪 這不是開玩笑 台灣人渡得一樣的事情 中國人來一陣 一陣子一陣子一陣子 把台灣人精英殺掉 對不對 把你台灣人拿去做兵 對不對 第二台 第三台 把你送去受教育 把你整個都洗腦 洗到你以為你是中華民國人 你的祖先從那邊來 這就叫做種族滅絕 大量的中國人進來幫你攔 過去台灣的老婆 中國人來的時候 說不要叫多新人 那時候都不知道 你們父母親有沒有說 不要叫多新人 你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講嗎 他其實是來自於本能的一個反應 你知道這群人 我都會爭的不去 他可能不知道那麼多 可是他就在講這件事情 人家背後沒有 我跟你講全世界的人 你都可以缺嫁 就是不能嫁給中國人 我們有種族歧視喔 我跟你講台灣人沒有資格種族歧視 你被人家救的時候 要種族歧視什麼 我們只有被人家歧視的份 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歧視別人 你的人都快沒有了 你要的是保護自己的種啊 對不對 你能夠嫁給美國人 大肥歧視的都可以 就是偏偏不會要中國人 為什麼中國人不可以 因為其他國家 對這塊土地沒有野心 沒有要把你吃起來壓心 全世界要把你吃下去 中國人要把你吃起來了 還不是 你還搞不清楚狀況 台灣人怎麼這麼說 我就想不到 好啦 講到教育 因為猶太人那時候 也很奇怪 很累的 所以他在 就是種族滅絕裡面 定義裡面的其中一條 就是把你的小孩子送給對方 受教育 然後就把你吃下去了 你不要把你吃下去了 我們現在不愧 一定會學習了 現在還會學習了 還會學習了 還有教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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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念歷史故事講 鄭成功降臺灣 有沒有 鄭成功統治台灣 對不對 鄭成功的大明政勢勢力範圍 只有這一塊 很好笑 扭曲歷史到這種地步 真正鄭成功的勢力 只有這一塊 這邊什麼 大渡王國荷蘭西班牙時期 不同的勢力範圍 在台灣的勢力範圍 有多少人員怎麼配置 要拿錢的嘛 預算要撥款 你沒有那麼多人 根本不可能站台灣那麼大的地方 我們現在每年的國庫預算有多少 要撥去養人 人事費用 中國人來台灣做幾項事情 起床起床抽稅財務 我到九點半 是不是 中國人來台灣起床起床抽稅財務 你然後做個結論 來 這一塊是我們不知道 我現在接下來下半段來講日本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 歷代總督歷史 1895年到1945年 上面對照下面照片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記 就是這張照片 貴太郎這一張 乃木西點這一張 兒魚元太郎這一張 這是後等新平 所謂的行政長官 他做什麼事情 軍政轉民政 領臺善後 租稅減美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平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審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犯制度 醫院設置 阿騙制度 教育制度 郵便定期航路開始 度量和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當然要銀行進出 錢啊 你們要建設地方要花大量的錢 不可能沒有錢 中國人說他通在台灣等於花多少錢 蓋生 蓋廟 投稅 財務 貴太郎 你們看看 有保甲制度 土地水域的思路 全島鐵路建設 基隆港 高雄港 總督府醫學院 要有醫學院 要成立醫院 要有醫生 都有訓練 殘足 廢止 另外 他的計畫是逐步 財政二十年計畫 估計明治三十八年會達到財政獨立的計畫 這些基階港 大日本帝國總督 左右 多久兼走馬太 你看 1906年的時候農會設立 然後移民事業開始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地下下水道已經做了 1906年就開始做了 縱冠線已經全通了 中華研究院開設 化學部 衛生部 造林事業都有 博物館開設 圖書館設立 宋山寮演院 肥接河 我現在特別要講他 那一年 黃太子要來台灣 來那時候台灣人有一些人 撒嵌跟天皇說 黃太子說 這麼危險 不要來 結果他總督回一封信給天皇 他說 台灣的思想惡化 只是在東京的學生 在台灣沒幾個人 因為他們社會主義 但是沒很危險 一般人民是忠實順良 敢一事同仁勝恩 沒有危險 你也得到來 你也得到來 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女生結了婚以後回到娘家 娘家人問說 你日日過有好嗎 那你說 有啊 不錯啊 可是眼淚這樣滴下來 那就是不好啊 對不對 騙不了人嘛 對不對 所以人們問說 日本時代日日過有好嗎 但是人家說 很讚耶 對不對 很自然的講嘛 那騙不了人 你知道嗎 日本時代有過這個 那時候大清帝國對台灣人的描述是什麼 男無情 女無義 花不與鳥不香還是什麼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那是以前大清統治台灣人 對台灣人的結論是這樣 這麼厚大到沒人要去 那是發的官才會跑來台灣 對不對 那時候中國人對台灣人的觀念是這樣 現在換了一本人 沒幾年了 你看一般人民是非常的忠實順良 你會要管 女生你老公對我好 我一定高興 你一定會好好的聽你的 我沒問題跟你描述是什麼 就是你教不好做不好 我才會跟你援 大清什麼都會援 就是你給我祈福嘛 就這麼簡單嘛 你知道嗎 來 這是什麼 過去的台灣人 這是一九二幾年的台灣人 這是留學歐美的台灣人的照片 裡面人穿的衣服西裝 或女生穿的衣服 一定比現場各位也算得還好 男生也長得帥 我介紹一下他 他叫杜秋明 以前高雄醫學院創辦 台北醫學院的副院長 杜秋明 這是什麼 烘雕琴跟香菇 這是什麼 這是我親家 科倫比亞大學 每個都 我跟你講介紹他們學歷 來 鹽水龍 鹽村安 吳錫元 柯維忠 頭像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你看 France 美國 Eau Illinois Champaign 畢業的 Columbia 你看 巴黎大學 時間 1922年到1920幾年 日本時代的台灣人是這樣的 我讓你看 那你過去你不要看過 這就是台灣人的精英 那叫做台灣人 生做那個民衆 那時候有一個很可惡 那時候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我說奇怪 那出沒台灣人是誰人 就去摸掉了 我想說 日本人 怎麼會說這種話 那時候美國人要來摸台灣 你說你們台灣人是什麼人 我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好 你是中國人 你怎麼會說 台灣人 台灣人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你說去做兵啊 你如果做中國人 這麼好啊 抽水啊 你就講中文啊 你怎麼會認為你是中國人啊 欸 戰敗那點 台灣人對於 佔領者的反應 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你那時候如果堅持 說我是日本人 他今天不太慘 沒有走到 種族滅絕的地步 因為美國又被迫要按照 戰爭法來解決台灣問題 他會設立民意政府 這樣一直在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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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台灣人 台灣人自己做到這個情報 我跟他說 連天使也要替台灣人哭泣 連天使都替台灣人耗 可能跟這種情報 來 不講那麼多 我再回到這個 你看 1943年台灣 1099所小學 小學生93萬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普及利益 那百分之71 1943年 統治料沒多多 日治時代 留學相當 留學日本風氣相當盛行 共計20萬人 台灣人口沒多多 20萬人已經出國留學 來 給你看 來 看一些照片 我們時間不夠 來 這是貴旗大清帝國的圖片 統治之前 日本人來之前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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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 彈部 我告訴你 這是馬接 博士第一次來到台灣 這個叫什麼 皇后旅館 今天說的 臭蟲 把它剷掉 這個馬街 你知道馬接 馬接博士 馬接醫院 馬接 他是加拿大人 在pre-instance院畢業 來到台灣 傳教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壽命 只有35歲 很快就騎掉了 所以你們都賺到了 對不對 滿水器 後來 這日本時代就變這樣 我先給你們看這些照片 不敢相信這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變這樣 短短的時間裡面 從剛才起床 起床 起床 還會變這樣 這一群台灣人 年輕人 首見的 這是大學先修班的 在街上 你知道那種 一起的感覺 你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 為什麼都傳結不起來 因為這土地上有兩種人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當然沒有共同意識 大家沒辦法 做在沾沾 在街上走 那時候 大家都是同一國的人 然後 你們都遊行過 遊行的時候 是不是跟你同樣 大家也相互相信任 在手、沾、手 這樣 人家都走 這個就是日本時代 台灣的年輕人 你看 對不對 一樣的意志 那種同心的感覺 對不對 你看受到教育 你看 看畫展 你看 查到 你看 他們在什麼 在黏那個牌距 你看 北投的那個車子 你看 以前台灣的年輕人 滑船隊 好像劍橋 Cambridge 牛津大學 或者長春騰聯盟 在做那個滑船校隊 帝國 帝國在做這件事 你看 上課的樣子 在台灣 你看 念劍道 柔道 那時候台灣的年輕人 如果家裡有生女兒 就掛這個鯉魚旗 你看 我們台灣的女孩子 也有武術教育 你看 武術花藝 茶藝 裁縫烹飪 下面是北淫女的那個裁縫課 這是茶道 你看 常人受教育 日本時代是這樣 橫陽路那邊的 給你看 來我們放那個照片 放完以後我就放這個 這些照片我從這幾個地方取出來 我要謝謝他們 來我們放照片 你看 回到最第一張 把它拉到第一張 顏管教顏 這都看過了 他們天主教來的話 建學校蓋醫院 淡水那裡 是什麼 你看有沒有 這是檳榔西斯 阿嬤在加冰涼 我那時候講說檳榔西斯 台灣應該都把阿嬤去賣 馬上吃檳榔的人口會下降 你不要找那個辣妹去賣 叫阿嬤去賣就好了 馬上沒人敢吃 很快就沒人吃 阿嬤我要檳榔 快跑 看都不想過看一眼 對不對 西江重道 那時候高殺族有一個習慣 叫出燥 出燥就是把人頭砍下來的意思 日本軍官說不可以 你看 高殺族順番之後 每一個高殺族的勇士在後面走 拿著鐵甲上面掛 鐵甲上面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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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菜多 這都人頭 這一顆一顆都人頭 人頭喔 你看嘉年華會 你看小朋友在看熱鬧唱歌跳舞 高殺族手上拿了什麼 人頭 高殺族的 1930幾年的照片 李帆政策 你看所有的頭目 在日本軍官 童木兩個腳之間都 都是什麼 人頭 一般做的差不多六千幾顆 日本軍官也有被殺掉不少人頭 所以洗澡都很小心看著 那時候 開始推行教育的時候 我們高殺族人窮的 把學校裡面 老師小孩子全部殺掉 這是生還者 因為裡面有個日本老師 把這小孩子 躺在奔坑裡面 把它抓起來 其他照片太殘忍 不給你們看 看這個 開始受教育 你看 接受教育 日本第八連隊進出台灣 開始用蠟筆畫畫 找出當時的小朋友畫的畫 你看 後來就變這樣子 短短時間建設台灣 我跟你講 台灣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 對日本人來講 一次全部到位 只有中國難民 天龍國 天龍國以外都是偏遠地區 建設只有在台北市 再這樣 因為他不把這個地方當家 就是這樣 才有偏遠地區 有偏遠地區 你有沒有開玩笑 台灣才這麼小一塊 美國那麼大 都沒有偏遠地區 你就會偏遠地區 就這樣 第三個角落 漂亮不漂亮 你們會不會看小孩子 漂亮不漂亮 會不會看 有氣質啊 每個女生都好看啊 我媽媽這個好不叫 第三個角落 你看 鐵道旅館 上場裡面 以前的日本時代你看 這是哪裡? 這哪裡?看得出來嗎?台北市 中國人自己給你 這叫台北公費檔 台北市的市民一人繳一塊 日本時代蓋起來 公賣局 公費檔裡面 你蓋大食堂 你看 大禮堂看電影 你看日本時代你的廚房 已經整理這麼乾淨 廚房你看每個人戴白色帽子在那邊 中泡 西餐廳撞球台 裡面都是冷氣 日本時代 日本人進來做三線路 這是什麼? 快車道兩邊直速 然後慢車道 就這樣 台北市的南門國小對抗 我看哪裡?南門對 什麼東國小 民視給人出一個譬 譬如說台灣的棒球食物 紅葉開始用棍子打石頭 有沒有? 後來可能亂講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那是難民才這樣 難民從之後變成棍子去打石頭 日本時代是這樣 每個人都有棒球帽 有棒球衣 有手套 有棒球棍 有球 OK? 有領隊 有隊企 有教練 所有才會有KNO 才能打到日本的甲子園 口氣園的冠亞軍賽 你如果不是一個全民運動 不可能跑到那裡 我手邊有幾百張 台北、台灣各個地方 棒球隊的那個合照 還有高雄軟絲棒球 那時候是一個全部的運動 帝國是這樣 了解不 台北施工車 建宗的學生 建中的學生 這是博物館喔 歐洲去? 不是 vor前路走到後面 台灣博物館 沒有人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所以不是殖民地 以前是日本時代的照片 北投的火車 這是台灣博覽會 可以在過博覽會 你建設要到一個水準 歡迎全世界各地的人來 在講話當中 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來台灣 我找鄉下 竹東鄉下 日本老師尬幼稚園 新竹火車站 你看全台灣給你看 台中橡膠出口 你看 台灣人在哪裡 神社活動 看很快 豐原家鎮 還準備放影片 彰化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 台南雨中 台南陸中 整齊漂亮 台南 台南師範 打網球 日本天皇來巡視的時候 海軍陸軍 高雄阮氏棒球的照片 給你們看 證明 那時候的高雄港就是這樣 已經很先進了 你看 屏東的部隊 鵝鑾比那時候就起好了 你看 那時候出遊是塞車去出遊的 你看 屏東四次會 便當四次會 屏東婦女會 你看 基隆女中去游泳 來 放影片 謝謝 第四次會 極臭 瀝大東 張艦 我身在地 我身在地 崎塶 天津 地底 東昇 天津 現場 災 天津 太陽 林 為例 天津 天津 為例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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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28年1989年4月17號碼冠條一簽訂以後台灣歸屬我國大日本帝國 明治28年的時候總督府執政40年開了這段影片 新興的台灣 現在大家變成這樣 你對照大清一族沒在這裏 四十年之後的台灣已經變成了嗎 文化台灣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帝 還是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但是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致力讓我們變成帝國的臣民 不到幾年時間裡面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自隨灌溉李帆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者是軍事方面 非常的完備 皇室一事同仁的恩責 靖劍 靖靖靖裡 台北市 你沒有要看影片 內景表示Infrastata基礎建設 電線要配到 照電機創的霓虹根 這台北橋 透過颱風的關係 把過去大清帝國PM都被拆掉 重新做這個 岸邊的這個 現在老東門 先把拆掉 改成三線路 做都市計畫 台灣種豆腐 現在來 第二是敵蘇 我們分成六大州 每個州有知識 第一 州以下是郡 照一本時代的規矩 明顯的理想 不可以改變我們原先的制度 暴平的台大醫院 一陣就去那邊 總督府交通局鐵路部 郵政局 對面是台灣電力租資會社 台電 這陣子 總督府 總督府官邸 總督府大的地方 你看那時候的故事計畫 跟建築的方式都有一個style 很漂亮 都一致 好 現在往北 你看這就是 往前路就是火車站一出去到對面 台北博物館 你看街道就是看路燈 設置 配電 交通 你看台北施工車 這裡也橫洋路 横洋路 3.636公尺 用個小數 點後面三位數 渡量橫制度 就是一個國家 國力的一個展現 渡量橫制度 不簡單 台北駅 台北火車站 有人力車 有Taxi 交通車 巨人車 也有士銀公車 東五號 這就是 明治橋 下腳就是 基隆樓 明治橋的陶景就是 中山八樓 他叫做表參道 為什麼叫表參道 因為走到背後 就是神社 原山上面 就是 明治神社的陶景館 阿嬤他們叫他 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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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工會堂 神社也被 送給你 蓋一下 原山牽住 你看 漂亮 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 蓋博物館 只有自己的土地 才有博物館 才有帝國大學 台北放送局 兩個波音 日記 台北 植物館 植物館 商品陳列館 時間差不多 我們稍微再跳一點 這個 月中間 這就稍微跳一下 你看 我們給他看一下 以前就是 起生的棋 沒有抽水貪汙 我給他看那個 綁小腳 年輕人可能沒看過 什麼叫做 綁小腳 就這個 我媽媽的腳 那時候好走的人走 我走 好 來 再往前走一下 跳一下 那就是 以前 沒空 蓋上的一步 還在 北投 北投 溫泉也 日本時代 弄起來 變成一個休閒的場所 你看 淡水高的富球場 日本時代都創就好 你看 淡水高的富球場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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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陸燈 好 可以看一下茶葉 你看 茶葉的製作過程 前面當然是用手工去摘 手機 一板 再來 全不集結化 日本時代的機械化 放在大米 再來呢 生產線 你說阿嬤那個時代就這樣 生產線 挑茶葉 分類 裝罐 包裝 設計 出口 不好意思 那水準就很高 每個頭髮都綁得乾乾淨淨 就表示這個作業 用工業工程的人就知道 怎麼去 regulate每一個 Walker的 Behaviour SOP 台中 好漂亮喔 柳川 路燈多漂亮 玉川跟柳川清流 台中七的 因為有柳樹 所以台中叫我們 台灣的小京都 台中 比較漂亮 台中週廳 台中公園 過去就先了 好我們現在到了日月潭 這為什麼要介紹他 因為我們在發電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台灣電力會是準備24萬千瓦 可以從全台灣的供電從來 日本那時候設計好 你看北南到高雄 台北最大唯一的供電場所 其實已經規劃 這就是基礎建設 台南這邊可以超多跳一下 台南再跳一下 林百貨 阿里山的嘉義 阿里山 阿里山林木鐵道 日本人一個人來規劃 包括阿里山加農 這個可以看嘉義 這時候也是很漂亮 阿里山跳過 林葉稍微跳過 我直接講糖廠好了 糖廠是日本時代規劃 糖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產業 它延伸到罐頭 所以你的蔬果都一樣 罐頭出去了 糖也是跟它加糖 糖還可以做煉乳 糖相關的產業很大 你看鐵道都把它創好 這不是最近 1920年30年的台灣 你看你的糖廠 怎麼在運作 你看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機械化的耕耘方式 卡牌 卡牌 你看 甚至還做成酒精 變成工業燃料 你看 我們內地 我們內地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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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管理方式 你看它走得走到 工廠管理 是一個 相當高的標準 還有有實驗室 有一個行業實驗室 不是只有製造生產 還做研發 先進國家才會做研發 先進國家才會做研發 珊瑚潭 這個要當然謝謝發展與一 因為它做這個 十萬魚甲 南酒裡面 十五萬 農地 因為這樣有水可以灌溉 好 倒作變成一年有三次 你啊 感謝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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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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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那時候已經完全 複製地 高雄港 南北 高雄港 再跳一下 高雄港旁邊 高雄港 高雄港 很像在日本 你去 這不是日本喔 這在台灣喔 祭典 寫 寫 高雄港 三周月 台灣 5周月 兩周月 先到台灣 內疾定期航路 南北開発 國際藍特色 公司 裁判 台湾 有地底下 地下電纜 好這邊可以賣一下沒看沒有多久了 內地給台灣經常接觸 當然那個產業經濟各方面 來最後再講了我們高砂組 大學有專科學校畢業生 他們的中間是彩虹的 我也是日本人 萬人都叫做的 要不斷申請 提醒的自規 我們更加在南面 好我們今天 開幕的第一堂課上到這邊 歡迎大家繼續 堅持到明年後天下來 待會再問我 請各位同心再次掌聲 大三講師的演講 現在時間九點半 我們十次下課 那廚房那邊有點心喔 可以到那邊享用 那自己個人的貴重物品記得帶走 那如果有書籍課本 可以寫上你的大名 放在你的原位 好放在原位 明天早上記得這個位置喔 謝謝 晚上這邊會鎖起來喔 所以東西要記得帶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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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